如果你不够漂亮也不够聪明 甚至很容易被别人忽视 但是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种神奇的胶囊 吃下它就能储存和重建记忆 能让身体发生任何变化 让你拥有任何能力甚至改变未来的命运 你会对它许什么愿 你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吗 学校里有各种各样无形的圈子 有的圈子自带光环引人羡慕 比如长得好看 随手一个视频就能有几十万点赞 又或是学神级别的人物 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同学 都会特别关注它 而有一种圈子则无比暗淡 习惯了轻视和忽略 比如我不够好看 也不够聪明 偶尔社交平台有消息也是垃圾信息 但今天突然看到天才少年何树转到了我们学校 是他 我三年前的初恋了 我欣喜若狂地和别人分享这个消息 尽管别人不信 但我还是兴冲冲地跑去找何树 不顾形象地在走廊狂奔大喊何树的名字 哪知何树眼神淡漠 仿佛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看着我 我上前拉住他的手 兴奋地跟他说我是周末呀 他却一把将我的手甩开 说道不好意思 我不认识你 那一刻 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两个圈子深深的界限 明明三年前我们还互相喜欢 现在却被他当作陌生人甚至是奇怪的人 我落寞地转身 全然不顾周围人的各种议论 我看着自己这件事被发到网上 各种嘲笑谩骂和不怀好意 没有身体的折磨却同样让人窒息 是不是只有闪闪发光才配与他站在一起 我坐在秋千上独自一梦 却忽然看到一道光 紧接着一只巨大但却漂亮的兔子出现在我面前 告诉我他有一种胶囊可以改变命运 问我愿意试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 但心里的渴望终究是站上了犹豫 我接受了这颗胶囊 但是这颗胶囊需要用我身上有价值的东西等价交换 我跟兔子说我身上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他却说有没有价值是由天平说了算 接着一颗钻石一样的东西被放到了天平的另一头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而我吃下这颗胶囊命运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推开门走进教室 却不小心撞到同学 望着那人一脸气愤的想骂我 我赶忙对他道歉 以为又会被骂死北斋 但没想到他看到我之后却呆愣住了 一改往常人模狗样的说没关系 要我小心点 走进教室仍然是小团体女生在讨论他们的话题 见我走来话题的主人公却突然变成了我 他们说我怎么变漂亮了 眼睛也变大了 皮肤也变白了 大家看我的眼神反应都变了 突然有人拍我一下 我吓了一跳 那女生说 周末 你昨天的告白视频红了 我心里一惊 果然 就算样貌变了丑闻也不会消失 心里默默祈祷他们不要嘲笑我 我好不容易猜 谁知他却说我支持你 觉得我跟何树表白这件事实在是太阔了 我连忙去看那条丑闻和评论 发现不仅视频里我的样貌变了 评论的风向也与之前大不一样 之前清一色全是骂我了 现在尽管有人骂我 但更多是夸我漂亮并且支持我的人 原来命运胶囊 连过去的证据也能改变 越来越多人讨论这件事 我开始变成红人 以前无人问津的漫画作品也有许多人点赞 同一个人 同一件事 只是样貌变漂亮了 却是截然不同的结果 正当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时候 后桌的孙友扯我的头发问我中什么邪了 我问他 林药 你觉得我有什么变化吗 他却看了半天又捏我的脸 蹦出来一句变丑了 我无语 果然跟孙友谈正经问题就是个错误的决定 我好像真的改变了 不用美颜相机也能拍出好看的照片 随手一个自拍就有许多人点赞 也有许多人约我 这一切都太快了 快得措手不及 我过得有点轻飘飘的 完全忘了前一天我向兜肉支付了怎样的代价 因为我的心里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我离和树的圈子更近了一步 但是和树却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他本来在认真学习 却被人调侃说和树你太牛了 这么好看的女生跟你表白你都那么淡定 而和树仍然是一副冷淡的样子 猛圈地问到哪个女生 尽管事情都变了 但我还不知道和树的态度是怎样的 如果你本来平平无奇 但是突然间你获得了一种神奇的胶囊 让你变得好看又聪明 你会选择隐藏实力还是高调的烤满分 我跟林耀说了命运胶囊的事情 他听了之后十分震惊 我跟他说给我胶囊的生物叫豆 他现在在我身边只是你们看不到他 林耀还是不相信 突然兜落戳了戳他 林耀转头看到一只巨大的兔子 大声叫道居然是真的 又冒出来一句 但是我感觉你变丑了 我上去就是给他一拳 紧接着要考数学考试 我吞了吞口水 要知道我之前也是很害怕数学考试的 试卷发下来后老师宣布考试开始 我望着卷子上的题目 思考了片刻 听到同学们都在说不会躲 但我想怎么回事 我竟然每道题都会躲 巨大的欣喜让我不自觉翘起嘴角 手下鼻走龙蛇 选择题 填空题 解答题写得非常丝滑 兜落却问我确定要全部做对 我刷刷几下 写完了全部题目 然后啪一下放下笔 其他人还在分笔集书 非常安静 我抬头一看竟然只过了15分钟 我自信满满的交卷了 老师也不可思议地问我 做完了吗 我从容地走出教室 微笑着说是啊 其实我就是想试试满分的感觉 这种以前不可能出现的感觉 老师们批改试卷时 也怀疑是不是考题泄漏了 但是也不想随便质疑 而失去一个好瞄的 格树从老师们的讨论中 听到了我的名字 周末 自从上次数学考试后 我的成绩飞速提升 每一次作业和考试 都得心应手 各科老师也开始格外关注我 上台解答问题也被老师夸赞 我的名字频繁地被人提起 被人验线 越来越多的人找我 我很享受这种感觉 之后不久我跟林耀说 我要转去一班了 林耀说你最近不对劲了 柯柯满分 我笑而不语 林耀又问 一颗胶囊一个功效 你不是已经选了变美的那颗了吗 我停住脚步 对他说对了 因为我偷吃了两颗 与此同时 兜乐却在被什么东西质问 你怎么让他吃掉两颗 这是破坏规矩的 他会受到惩罚的 而我却全然不知 做出来这种举动的我 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你觉得当你变漂亮 变聪明 变得受人欢迎之后 你曾经暗恋的男神学霸 也会爱上你吗 吃了两颗命运胶囊后 我如愿成为了超级学霸 破格从吊车尾班 转到一班成为神话人物 他们把我拉到了一班的班级群 这意味着我就要成为一班的人了 而且我暗恋的男神何树 也在这个群里 虽然没加好友 但是陌生人可以看到 最近失调的朋友圈 何树都是分享音乐和书籍文章 也许是暗恋滤镜 他的这些我都觉得很有意思 看了很多便开始 犹豫要不要加好友 我一屁股从床上坐起 内心仿佛有两个小人在挣扎 一个说我现在可是女神级别的人物 会不会太主动 另一个却说明明是哪个人家 装什么高了 家还是不家 我纠结的在床上反复打滚 然后啪一下 发现自己不小心按到了好友申请 已经自动发出去了 我盖上被子自我安慰 没事的都是同学 结果第二天早上七点 发现自己根本就睡不着 一看手机核数 并没有通过我的好友申请 我有点抓狂 但是我还是不停地安慰自己 没事的待会要去一班 我一点也不紧张 淡定出门 到了一班门口我深呼一口气 没开门 同学们突然叫着大红人来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满分学霸吗 我后退一步 有点不太适应 却没想到撞到后面一个人 我回头 一张无敌帅脸出现在我面前 我定睛一看 原来是核数 这是我变漂亮后第一次见到核数 我又紧张又害羞 心脏扑通扑通跳得很快 核数却只是冷淡地说劳烦让一下 我有点惊讶 连忙说对不起 周围同学都议论纷纷 我独自沉默 怎么可能 我明明都变漂亮了 为什么还是不理我 我握紧拳头 我就不信核数不理我 我故意频繁出现在他面前 排队 打伞 汽车 核数却连正眼都不瞧我 屡败屡战 我有些泄气 而且明明他每天都在群里发作业通知 但就是不通过我的申请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突然我听到有女生在议论桃花庄 听说话这个桃花庄就会被喜欢的人关注 我凑过去偷学了一手 我心想只要我更漂亮 我就不信核数不理我 第二天我走在学校里享受着周围人的夸赞 突然林耀抓住了我的书包 我跟他打招呼问他最近在干嘛 他看着我 问我我画的漫画怎么不更新了 我解释说最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有点忙不过来 我还给他炫耀我新作的美景 林耀却说你不觉得你最近有些奇怪吗 我有点不解 他又挠挠头说算了当我没说 又说要我继续更新漫画 话还没说完突然有另外的人喊我的名字 是核数 核数问我有空吗找我有点事 我安心 果然变漂亮就是有用的 但是核数找我到底是什么事呢 这是我变漂亮后第一次与核数单独相处 核数到底把我叫过来想说什么事呢 我正发呆着 核数啪一下给我来了一个树东 我有点疑惑 他想干嘛 核数看着我 低下头问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更疑惑了 啥 核数松开撑在我背后树上的手 扭过头说道 这次我和你并列第一 老师要我们放学去办公室一趟 进入办公室 老师大声喊道 祝贺你们 被选为学校代表去参加冲向IQ直播节目 这个节目非常受欢迎 而你们将与全国最总监的高中生同台竞技 就这样 凭借着上次考试并列第一的成绩 我如愿与核数分到一组 并成为了学校里预选赛过关的唯一组 另一边 与要看着光荣榜上我和核数的照片 心想 冲向IQ 这下完大了 又转头问斗了 你那个胶囊不会出什么问题了 斗了没有说话 因为要一起备战知识竞技节目 我跟核数有了光明正大的二人备战世界 我偷偷看前面核数认真学习的背影 心想这才是我参加节目的唯一原因 突然核数起身好像是准备走了 我连忙叫着他 核数回头看我 核数 这道题我不太会你可以教我了 想象中我是从容淡定的 但实际上我已经晕头转向了 核数从背后把手撑在我的课桌上问道 哪当 这一道吗 我心里一惊 脑子已经开始空白了 这一道需要用到两个公式 核数还在继续说着题目 但我的注意力完全在他身上 他身上的味道好好闻 喉结也明显 手也很好看 核数的声音又传过来 然后推倒就可以了 推倒 推倒干嘛 我吓了一跳 核数表示无语 是推倒出结果 我呕了一声 脸红着低下头 继续做题 之后我们一路过关斩将 闯过无数关卡 到达了最终关卡 主持人说我们之前 已经有100万奖励 如果选择继续闯关 成功就会再得100万 失败了前面的奖励 全部做回 这将由我们看完题库后 现场做出选择 核数看完后表情有些担心了 这些题目难度完全超过了 我们当前的能力范围 闯关风险太大 我自信一笑 没问题的这些题我都会 然后举手示意主持人 我们选择继续打题 现场气氛热闹起来 我对核数说放心吧 我们一定不认 最终关卡的答题也如我所料 前面的回答全部正确 现场的气氛也达到了高潮 核数却震惊地想怎么可能 这些博士生水准的题目 根本不可能做得出 场外看直播的观众 更是议论纷纷不可置信 林耀从人群中看了一眼大评论 心想又眼皮老实套早回事 到了最后一题 也是最关键的一题 主持人让我们一定要想好再回答 核数在一旁直冒老汉 太夸张了 只有一种可能 他看了看我 他用了那个 而我注意力全在最后一题上 没有看到核数的表情 核数却突然按下了答题案例 我很奇怪 转头看向核数 心想怎么回事 主持人高兴地让核数回答 而他却一脸凝重 观众也沉默了 核数却说 对不起 我们是作弊的 我如坠深渊 观众们全都一脸震惊 我跟核数对视 心想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么看我 难道他知道 场外吃爆米花看戏的兜漏 却觉得有意思吗 核数难道知道 命运胶囊的事情了吗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无数人关注地 冲向IQ知识竞赛直播节目 原本胜利在望 核数却说 对不起我们是作弊的 这究竟是为何 毫无疑问 节目被核数搞砸了 核数的爸爸 给了他一个大光 并录持他 你知道这节目多少人看吗 你考虑过后果吗 原来早在节目播出之前 核数的爸爸 就想把这个节目 试卷的答案给他 并说观众要的是 一个天才少年的形象 但是核数说不用了 核数不想要假 只想要真 所以当他看到 眼前的少女 在最终关卡 也全部回答正确时 以为他爸爸 又安排了一个 天才少年的形象 所以他才不顾一切地 说我们是作弊 他不想做错事 因为十几年来 他一直被他爸爸安排 只要他赢 不能输 核数问他爸爸 主办方的答案 是不是你安排的 他爸却只是扶着额头 叹气说道 为了你好你不要也罢 没想到你给我唱这一出 要是核数抿了敏纯 他知道那句没说出口的话是什么 要是你是猜猜多好 核数洗完澡出来 望着镜子里 自己额头上的那个疤 心想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在提醒你 我只是一个替代品 因为核数在节目上的 发言导致的直播事故 许多负面新闻纷纷涌现 学校也被取消了 今年省文明高中的荣誉 学校里的同学 也对核数议论纷纷 说他给我们学校丢脸 我躺在床上想 核数说作弊的时候 一直盯着我看 我也是太得意忘形了 一心想着 忘了自己吃了胶囊 而那些提对普通高中生来说 就是超级难题 可是核数是怎么知道的呢 只有一种可能 他知道胶囊的秘密 我问Dolo 还有其他很多的人类 知道胶囊的秘密 那核数是不是也知道了 Dolo福在半空回答说 你已经问了39遍了 确实有很多人知道胶囊的秘密 但具体是谁无可奉告 我有点担心 如果核数知道胶囊的事 那还不如我跟他承认好吧 不然太偷鸡摸狗了 于是我约了核数见面 打算跟他坦白这件事 我艰难开口 关于那天比赛现场的事 我感到很抱歉 我不知道核数听了之后 会是什么反应 他会讨厌我吗 如果你喜欢的人 在你面前表现得很失落 你会怎么做 核数老是会做一个梦 梦里他身处一片黑暗 但会有一个女生的声音 在身后一遍遍地叫着他的名 核数回头 往声音的方向走去 心想是他 一定是他 但往后走不久 声音又从身后传来 说核数我在这 核数不知道他是谁 也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总出现在这里 核数揉了揉眼睛 好像看到了一个女生的轮廓 他试图去触碰那个女生 却突然出现一道强光 再然后女生就不见了 等一下 核数呼喊着 但梦却醒了 伸手只能抓住空气 核数坐起来 脸上冒着冷汗 又是这个梦 由于担心核数 已经知道了胶囊的事情 我决定自己跟他坦白 我对核数说 上次比赛的事情 我很抱歉 关于命运胶囊的事 你是不是也知道 话还没说完就被核数打断了 说道 什么 该抱歉的人是我爸 后来我才知道你没有作弊 是节目组想泄露答案给我 但被我拒绝了 我以为他们又找了你 抱歉 我很惊讶 问他所以你是想揭露 节目组的黑幕吗 核数回答说一部分吧 看不惯 他这么说我更觉得心虚 核数继续说 最后那些题确实很难 自己也确实没想到 有人能在短时间内答出来 因为自己水平有限 就觉得别人是作弊 这也是我沮丧的一个原因 是我太自大了抱歉 我看着核数的眼睛 对他说 没这回事 核数你一直很努力谦虚 我心里后悔 当时就不该去参加那个比赛 核数别过脸 说到总算也跟你道歉了 不用安慰我了 你走吧 我说不是这样 核数又说快走吧 已经受够这种难堪了 你在这我感觉自己像个小丑 我担心地看着核数的背影 想告诉他他很好 但这一瞬间 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吃了胶囊的自己 真的有资格给他带来什么勇气吗 核数又说说道 你这家伙没长耳朵吗 走了 我不弃勇气抓住了他的衣角 低下头 觉得有些话现在不说会后悔 我跟他说 我不觉得这件事很可笑 反而觉得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我拽紧他的衣角 继续说道 在我心里你一直是很棒的人 不是因为你优秀到很多人眼望 恰恰相对 你觉得狼狈的样子 让我更觉得真实 而无论是优秀的一面 还是你觉得难堪的一面 这才是完整梦 我跟核数对视 我都会支持 核数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个画面 这种熟悉的感觉 你究竟是谁 躲在草丛里看了半天的兜落心 想挨压呀 有点期待 另一边林耀用两杯奶茶 向班里的同学打听周末的去向 那个同学说周末去后操场了 林耀拔腿就走 留下了一脸猛逼的女同学 林耀边跑边想 这死丫头来了也不发短信说一声 暗恋的男神心情不好 我鼓起勇气向他进行了一番深情的鼓励 希望能安慰到他受伤的心灵 可当我说完 气氛却突然安静起来 呼 一个不合时宜的屁蹦了出来 我满头黑线 顿时觉得十分尴尬 赶紧对核数说 我发现昨天的物理作业没教我先走了 然后拔腿就跑 留下一脸沉默的核数 我一边跑一边干大的不行 明明是想跟核数说胶囊的事情 为什么反而会说出那么羞耻的话呀 让我去死吧 然后又不小心撞到一个人 我抬头 发现是林耀 操场上 我跟林耀说我知道自己错了 可是我当时吃了胶囊 根本不知道那些题这么难了 你干嘛打我这么用力 我低下头对他说 我要是知道那些题这么难 我才不敢轻举妄动 胶囊让我迷失了对题目难度的判断 而且当时也只想和跟核一气取得胜利 确实太得意忘形了 真的好后 林耀听闻又给了我一笔都说到 就是要让你长记性 我捂住头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林耀一脸得意 用一杯奶茶和一个非吻换的 我无语 又勾断女生 林耀看我一眼 又凑到我耳边说道 怎么 你也要来一个 我连忙推开他 给我滚开死变态 林耀接住我乱挥的手 说道你喜欢谁都可以 但是你要记住 他又摸摸我的头 继续说道男生都是变态 我以为他正经了一次 结果他又细皮笑脸指着自己说 除了证人君子本 我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一拳 发生了那件事之后 我根本不敢跟核有一点接触 每次经过他旁边都是快速通过祈祷 他不要看见我 上课也是用衣服包住自己的头躲在一边 结果体育课上我跟核被分到了同一点 我跟核一起打羽毛球 我观察到他好像没什么反应 但是我做不到自然 正想着的时候羽毛球却打过来了 接不到 还是接不到 发球也失败了 羽毛球砸到我头上 看来我跟核树的水平差距有点大 核树靠着篮杆收到球太高的时候 先后退再去接 那样才能找准点 核树他在教我 我握紧球杆 表示自己明白了 接下来感觉越来越容易接到了 核树有在默默控制球的高度 让我不费力地接到 他原来并没有外表那么冷 我低头捡球 想跟核树再来一局 没想到校服领子有点低不小心露出了里面的衣服 正在喝水的核树瞥了眼 赶紧跌过头去 脸红得不成样子 我毫不知情 有点疑惑为什么核树背对着我 是嫌弃我的球技吗 核树只能尴尬地咳嗽两声 晚上核树开着台灯写作业 却因为白天看到的东西心神不明 怎么搞的 核树越想越脸红 打算查点作业资料冷静冷静 打开浏览器一脸严肃地搜索 却是打出了拨点两个字 核树啪一下关上电脑 低下头沉默 而我却闷闷不乐地想核树那个表情到底啥意思 所以我是不是要再多锻炼一下球技 我打开手机 忽然眼睛都瞪大了 我没看错吧 核树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 核树为什么会通过我的好友申请呢 暗恋多年的高冷男神 突然间通过了你许久未通过的好友申请 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核树居然同意了我的好友申请 我有点不敢置信 随后又是欣喜若狂 拉着核树的手说核树加我 核树却有点猛逼说加你是什么意思 这种感觉怎么说呢 跟之前想的不太一样 有点奇怪 明明是三年前认识的人 现在却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冷漠又认真 尖锐又失落 不耐烦又耐心 核树他比我之前认识的还要复杂 我以为那天那番没凶没躁的话会给他带来困难 没想到他居然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 看来他现在并不讨厌我 谢谢你走路 这是我吃完胶囊后最开心的事情 第二天我跟往常一样 走进高二一班的教室 刚推开门就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两个女生问我核树运动会报的什么项目 我有些不急 我不知道啊 女生却一脸不相信说少装算了 你跟核树不是在交往吗 交往 什么鬼 那女生又说 同你转过来第一天就在床了 你们经常一起活动 而且前几天还爆出你们在后操场四会 我满头黑线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但又一想 转到一班后 我一门心思全在核树身上 没有关注过同学的眼光 也没有看网上的消息 这要是被核树看到 恐怕他只会更讨厌我 不行绝对不能传到核树耳朵里 我转头对八卦的同学一字一句地说 你们听着 我跟核树没有交往 话音刚落核树就从门口进来了 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有些肝大 核树却是静止走过 丝毫没有理会常人 这下好了全被核树听见了 我更感到肝大了 他全听见了 我更不敢跟他说话了 正当我凌乱的时候 有人敲了敲我的桌子 我抬头 是核树 哎哎 我脸一红 核树怎么忽然过来了 昨天的数学作业就差你没交了 核树说道 我完全忘了这回事 糟了我完全没走 我让核树等我一会儿 我把数学作业找出来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核树看了一会儿 指着桌上的摆子说在这里 我一看 是我刚刚乱想的时候画坏的作业本 我更凌乱了 核树靠在前面的桌子上说你写吧 他明显是想等我 我一边写一边想 他不介意刚才的话吗 教室很安静 只有微风吹过的声音 我看核树看得有些入神 没想到核树却突然转过头来 我跟他对视了 核树知道我跟他交往的非为 为什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呢 就在对视的一瞬间 周末的脑海里 开始浮想连翩起来 他想到核树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颊告诉他 其实你不用否认他们说的 因为他们说的是事实啊 犯了花痴周末 哈喇子都留到了作业本上 核树一脸猛逼地看着他 只好提醒作业本被弄湿了 周末方才如梦初醒 只好胡周到 外面下雨都滴到这里来了呀 然而 今月天气晴空万里焦阳似火 随后只用了三十秒的时间 就将作业给补完了 递给了核树 完全忘记了 自己吃了胶囊 核树走后 周末疯狂地垂着桌子 不能更尴尬了呀 半天之后 一个美女老师突然走进教室 只见他开口说道 好了响灵了 都给我回到座位 今天的班会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说 只见他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了几个大字 那便是之前提到的运动会 对于整个学校来说 运动会是最隆重的活动之一 班里的同学们更是热情高涨 争先报名 但对于周末来说 运动会一直是受难日的代名词 因为早在一年前的运动会上 老师拿着报名表问同学们 女子牵球 谁能代表我们班去参加比赛 就这样 大家将目光锁定在了 公认力气最大的周末身上 背后的灵药 也在疯狂地捕刀 老师周末一定可以的 周末的力气很大的 他绝对能为我们班争光 就这样 周末代表班级参加牵球比赛 并轻松地打破了记录 不负众望地获得了第一 还上了热门 因此得到了女金刚的称号 到今年 还有人一见到他 就嘲讽女金刚 所以 今年运动会周末的愿望很简单 那就是平安就好 就在周末陷入回忆的时候 只听着投票周末的举手 以为历史重演的他 瞬间被惊醒了 他们投我什么 抬头看到黑板上的字后 方才安心 原来是鲜花队的代表 传说中的鲜花队来头很大 基本上是整个运动会 高质量出片最多的环节 去年的社交媒体上 被传播的最多的 也是鲜花队的照片 甚至还出了投票 周末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聚集了所有最好看女孩子的鲜花队 我竟然入围了 何鼠她是运动员代表队 我们会一起走开幕式吗 这种感觉让我觉得 能跟她站在一起了 思考见 突然一个声音从背后响起 周末你也参加鲜花队了 原来是鲜花队其他好看的妹子们 好早就听说你了 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 周末面对他们竟然泛起了花痴 我要是也这么漂亮就好了 竟然完全忘记了自己变美的事 运动会的筹备马上就要开始了 紧接着在加入的第一天 我就看到了最好看的一个画面 看着篮球场上的刘善 她好像比以前更好看了 该去排练了 败了 不一会儿只见她缓缓地走了过来 不好意思老师 刚上完体育课 没来得及换礼服 老师对此事没有追究 反而刘善刚才的球技 赢得其他女孩子一阵欢呼 人群里的周末打亮着眼前的这个笑话 她皮肤好白呀 脖子也好修长 连马尾的高度 两鬓的头发长度都刚刚好 正当周末正在羡慕的时候 突然迎面飞来一个篮球 千钧一发之际 只见刘善一个跳跃 来到周末的跟前 将篮球给接了下来 气得她对扔篮球的男生呵斥了起来 你们注意下 这边全都是女孩子 随后回过头来 敲了敲周末的脑袋 发什么呆呢 这里还有人在运动 可是很危险的 走吧 要去训练了 周末一脸害羞地看着她倒了血 真是个一看到 就希望跟她成为朋友的女生 训练的时候 大家手拿着鲜花 刘善走在最前面 是今年鲜花队的领队 大家对她当领队这件事 也全都心服口服 周末心里感叹道 刘善是不用吃胶囊 就可以很完美的女生 就这样训练了半天之后 老师突然走了过来 拍手叫停了大家 同学们这次运动会 学校跟BQ杂志 有个专栏合作 以下点到名字的同学 到我这里来 此话一出在人群里 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BQ杂志社可不简单 因为不少被拍的高中生 直接就出道了 听到议论后 正当周末以为 没自己什么事的时候 老师先是叫到了刘善 紧接着便是她的名字 就这样周末 满是紧张地来到了拍摄场地 面对镜头的她 脸面部的表情都极其僵硬 然而人群里的刘善 居然在对她小声示意 放松没事的 试着深呼吸 怎样周末根本放松不下来 好巧不巧的肚子 又传来剧痛的感觉 人群里的流善健壮 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忙去搀扶吃痛的周末 就在周末以为来姨妈的时候 突然视线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周围的人 看着她竟然开始议论了起来 没搞错吧 怎么感觉她一下胖了很多 不是说BQ只拍美女吗 她好像还是鲜花队的 今年标准这么低了吗 此时的周末浑然不知 自己的体型开始变得臃肿 很快她便察觉到了不对劲 发现自己竟然变回了之前的样子 吓得她急忙跑到了洗手间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怎么也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 突然洗手间的门被打开 两个女孩的对话声响起 那个周末也太奇怪了吧 怎么会选她呀 就是啊她还是鲜花队的 我都开始怀疑自己 跟她一个水准的了 你看见那个摄影师 脸色难看的吗 她还赶进鲜花队真可怕 我要是长那样 我可不敢出门 此时的周末躲在厕所的隔间里 听着他们的说辞 像一把把尖刀一样 扎在自己胸口 令她陷入了绝望 忽然厕所的门被打开 刘善的声音响起 你们别再说了 如果周末听见这样的话 会很难过吧 我们先做好自己吧 两个女生听到后 慌张地逃走了 随后找到了躲在厕所里的周末 对着她安慰了起来 此时的周末 却怎么也不敢 抬起头来看她 只是到完歇后转身逃走了 此时她只觉得非常害怕 比没吃胶囊前更害怕了 自己还是没变 还是那么不好看 还是那么容易被击垮 兜落注视着周末一切变化 淡淡地说了句 胶囊失笑呀 周末就这样一路小跑回了家 在镜子面前 再三确认了不是做梦 接受了自己变回去的事实 就这样两天下来 周末一直躺在床上 谎称自己月经没去上学 她小声地问兜落 这次我知道错了 这个惩罚 真的没办法恢复吗 万物守恒等价交换 一个代价一颗胶囊 你吃了两颗 已经不在我的控制范围了 周末听罢 开始了自我反思 怪我太贪心了 明明还是这副 赔了我17年的外表 我却比没有吃胶囊前 更难接受它 下午放学之后 林耀来找周末 看着床上颓废的她 连忙问起了一旁的 兜落 卖胶囊的小胖子 这是怎么回事 在得知胶囊失效后 林耀直接一把掀开了 她的被子 盯着她端向了半天 突然来了剧 你明明更好看了呀 面对安慰周末的情绪 并没有好转 林耀便转移话题 我们去吃牛肉丸粉吧 看到周末一口拒绝 那林耀突然撒泼打滚了起来 好想吃牛丸粉了 没有人陪我吃牛丸粉不开心 周末小仙女 求求你 就陪我去吃这一次吧 不然我就不走了 今天是我水泥刚过 你必须陪我庆祝 面对林耀的死缠烂打 周末也是没有办法 只好陪她下了楼 两人走在路上 林耀显得很是高兴 周末则很是沮丧 周围的人还在议论昨天的乌龙 林耀没有理会他们 静止地带着周末来到摊位前 阿婆老样子来两份 阿婆看着两人直言 今天带你女朋友一起来呀 背后的周末急忙开口否认 心想哪有这么丑的女朋友啊 林耀突然从将她推上前来 带她尝尝凝着 天下第一好吃的牛丸粉 阿婆看到周末后竟然称赞了起来 小姑娘很可爱 不一会儿的功夫 两碗牛肉粉被端了上来 阿婆家的这个汤超级好喝 你要先喝口汤再吃牛肉丸 林耀馋得已经流了口水 周末却怎么也提不起半点兴致 林耀则努力地活跃着气氛 阿婆家的这个汤超级好喝 你要先喝口汤再吃牛肉丸 然后朝扇牛肉丸呢 一定要蘸沙茶酱 随后林耀一口气吃了八颗 吃完之后跟周末炫耀了起来 现在你承不承认 这里的牛丸粉是天下第一 周末却一口都没有吃下 心情更是没有缓和半分 一心吵着要回家 不管你承不承认 我正式宣布 怕是 林耀见状只好再找其他的办法 突然在不远处看到了一台大头贴机 急忙拉着周末过去便要拍照 周末对此完全没有心情 但拗不过林耀的霸王硬上弓 片刻之后两人的合影便被打印了出来 林耀拿着照片很是高兴 而且从始至终都没有提过胶囊失效的事 他没有问过周末一个字 也没有一句安慰 却意外地为活 当时他那份可悲又可笑的自尊心 那一天的周末 像个酒蜜水底的人 突然冒出水面 喘了一口气 那天夜景很美 周末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哭了 眼泪酸酸的也暖暖的 虽然不知道掉了多少滴眼泪 他唯一确定的是 那天自己哭了 而且不是因为难过 一连过了四天周末 还是没变回去 这天他终于打算去学校了 只见他乔装打扮 畏畏缩缩的来到学校 心里想的是 只要不被何树看到就好了 然而刚来到教室 直接被打了个正着 你这几天请假了吗 需要的话 数学作业可以跟我见 周末看着他很是惊讶 他没发现我变胖了吗 正在纳闷的时候 林耀突然兴奋地跑了过来 当察觉到何树的存在后 两人四目相对 气氛很是尴尬 一股酸味 瞬间气人心疲 突然林耀一把拉走了周末 过来找你有事 昨天的牛肉丸你还欠我呢 半天之后 两人来到一棵树下 林耀将手机对了过去 还记得一年 前那个证明 我们光辉有益的约定吗 周末惊讶地一把抢过手机 你竟然还留着 上面竟然是两人的聊天记录 是17年的时候 周末答应他 要无条件地帮他做一件事 面对自己的犯罪事实 周末也只好任气宰割了 就这样周末被拉进了一个 名叫粉丝后援会的一个群里 加上林耀群里一共六个人 这家伙竟然要求 我在校运会给他应援 这应该是自己的六个小号吧 然而刚进群便收到了欢迎消息 这不由地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周末对此淡淡地发出了一条消息 你们也是被林耀逼的吗 然而却得到了一连串的警告 还为周末科普了规章制度 以及粉丝团的历史 林耀也在群里热情地回复他们 看着这么中二的氛围 群里唯一清醒的人类 果断地退出了群聊 这个周末整得也很是尴尬 要不我也退出吧 纠结的时候 刘善突然跑了过来 周末我找你好半天 鲜花队开始训练了 快走吧 周末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他竟然专程来叫我 十一的时候 刘善突然一把拉起了他 还在发什么呆呢走了 却被周末一下子挣脱了 我可能不参加鲜花队了 我这样的本来也不该出现在先 话还没说完 直接被刘善打断了 周末如果因为别人的几句话 就轻易否认自己 会让人生气 会让一直在努力的 那个自己生气 也会让珍惜你的朋友生气 听到这话的周末 突然摘下了口罩 我和刘善是朋友吗 但自己最后还是退出了鲜花队 周末远远地观望着鲜花队里的成员 他们真的好耀眼啊 我不敢回到那个队伍里 他们每个人都是不用吃胶囊 就可以自信地站在鲜花队的人 很快 全校期待的运动会开始了 在经过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后 终于来到比赛环节 周末也是跑到了厕所放空自己 然而却一直收到消息提醒 打开之后 竟然是林耀的粉丝群 林耀正疯狂地催促他为自己应援 林耀粉丝团的团长更是直言 周末你跑哪儿去了 赶紧来游泳馆 如果迟到 即刻被本团开除 吓得周末裤子都没提 直接跑去了游泳馆 林耀参加的项目是100米自由泳 看着周围很是浮夸的粉丝 忍不住地吐槽了起来 这几个人真的不是林耀花钱找的水军吗 也太积极了 还有用得着做这么夸张的粉丝牌吗 片刻之后林耀上场 瞬间引起了一股轩然大波 因为他是去年年级的冠军 场上的林耀也是热情的笔心 回应着场下的粉丝 周末作为死党 则一直是鄙视的态度 甚至还不住地做鬼脸嘲讽 他以为自己是蔡旭坤吗 然而随着播报声音的响起 何树缓缓地走上了场 他竟然也报名了此项比赛 周末看着他雪白的皮肤 鼻血差点喷涌而出 瞬间泛起了花痴 然而此时的何树突然摘下眼镜 显然是注意到了人群里的周末 周末察觉到后很是猛逼 他是怎么注意到我的 殊不知自己在应援团里 是最大的显眼包 自己竟然忘了举牌的事情 一个是南高人气第一 一个是上一届的冠军 这场对决可谓是 将现场的气氛烘托到了极致 另一边的兜落正在和虚空交涉 胶囊的效果会恢复吗 虚空给他一个精囊 理论上一段时间后会恢复 但胶囊第一次在人类身上实验 目前为止还需要再观察 兜落打开锦囊之后 里面竟然装满了胶囊 另一边随着一声枪响比赛开始 林耀和鼠两人争先恐后 竟然并列低 现场为两人加油打气的声音 更是喊声震天 周末却犯起了难 一边是自己喜欢的人 一边是自己的好哥们 根本没办法喊出让谁加油这样的话 正在纠结的时候 林耀突然领先了和树半个身位 就在周末为和树担心的时候 林耀粉丝团的团长突然提醒他 还不快给林耀加油 没听到别的声音快压过我们了 周末一时之间没了主意 只能疯狂地喊着加油 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喊给谁的 片刻之后胜负一分 林耀最终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看着默默离场的和树 周末的内心很是自责 明明前几天还说了那样的话 他做什么都会支持 然而今天却在举着牌为别人加油 另一边来到更衣室的和树也很是诧异 自己都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发挥市场 比赛结束后 周末拿着粉丝牌跟在人群的后面 没有一点为林耀获胜感到高兴 粉丝团团长回头看向他 周末你把我们对林耀的爱拖在地上走 你咋不上天呢 还没等周末说话 林耀从背后走了出来 粉丝们我今天是不是帅爆了 粉丝们看到他后全都热情地扑了上去 吹着彩虹五香麻辣皮 林耀也是热情地回应着他们 为答谢粉丝厚爱 请你们去冰室吃冰棒 周末听到后不懈地扭过头去 别以为一碗冰就能 还没吐槽完 突然和树从背后缓缓地走了过来 周末察觉后瞬间慌了神 遭了没地方可躲了 林耀看到了他的异常 突然走过来挡在了前面 和和树打起了招呼决赛见了 和树没有回复静止地走开了 周末算是逃过了一劫 但还是忍不住偷窥他的背影 恩和树是座冰山 我还是屁股林耀 林耀见状一把挡了下来 和约里今天你可是我林耀的粉丝 今天你只能看我 不许把视线放在他身上 周末方才反应过来 对着林耀大骂着朝着远处走去 这可引起了粉丝团长的不适 敢对我偶像大呼小叫 看我怎么收拾你 走在路上的周末不住地在想 和树刚才看到我了吗 看到我了吧 没有看到吧 而林耀却像他肚子里的蛔虫一样 放心吧他刚才没有看到你 随后转身去照顾自己的粉丝们了 周末看着他的背影 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好自私 一直担心和树怎么看我 担心自己被看到 担心这担心那 却忘了跟林耀说祝贺他 半天之后 林耀带他们来到一处炒冰店 抠嗽的林耀 为几个人指电了一份冰 然而粉丝团的团长 对此却很是感动 我们等你决赛赢了再来 你主动请我们吃冰 我们已经很感动了 周末很是尴尬 急忙掏自己的手机 想要多点几份 然而怎么也摸不到 瞬间朝外面跑了出去 手机好像忘在游泳馆了 我回去找一下手机 你们先吃着呀 另一边的何树放学后 正一个人听着 歌朝着游泳馆走去 之前周末出现的一幕幕 疯狂地在他脑海里浮现 另一边的管家 将何树的消息告诉老爷子 少爷信息 说今晚会比较挽回 都说了今晚有艳客 为什么挽回 说是要再准备一下 游泳比赛的练习 何复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小子反常啊 什么时候在乎起游泳了 片刻之后周末一路小跑地 来到了游泳馆 听到里面有动静 便探着头看了过去 正在练习的何树 出现在了他的视线里 吓得周末扭头朝外走去 刚刚他不是已经走了吗 怎么还在这里 刚走出去两步 只听到何树开口 这不是某人的粉丝吗 周末听罢 只能疯狂地为自己找不 我怎么可能是他粉丝啊 我品位才没那么差 我只是帮下忙 何树缓缓地 从泳池里走了上来 能帮忙举这样的牌 关系一定不简单吧 不是的 不是那种关系 他之前是我的同桌 何树听罢却直言想了一下 记忆里有那么多同桌 我怎么就没有同桌 为我举过这种牌 面对何树的追问 周末直接一句 下次我帮你举牌加油吧 脱口而出 然而何树 却突然转过头去不用了 你一个人 怎么举两个人的牌 看到何树将要离开 周末急忙想要上前挽留 怎奈一个狡猾 扑通一声掉进了水里 而且他还不会游泳 随着身体的不断下沉 胶囊的药效 竟然开始发挥作用 身体开始一点点产生变化 何树反应也是很快 一个箭步跟着跳进水里 令他惊讶的是 游泳池的深度 仿佛变深了 半天之后 何树使出浑身解数 终于将周末救上了岸 两人呼呼地喘着粗气 缓了一会后 两人神同步地都想说点什么 怎奈四目相对 瞬间尴尬了起来 此时的周末 完全没注意到 自己身体的变化 只是不住地害羞与内疚 还是何树主动打破了这种气氛 主动地为他递过去一条毛巾 周末简单擦拭之后突然开口 弱弱地问个问题 你刚刚是在生我的气吗 然而半天过去 何树一直没有回应 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 就在周末吐槽他冷 打算放弃追问的时候 何树突然开口了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有点不爽 随后坐了下来 可能是因为我之前 以为你喜欢我 从游泳馆出来的周末 不住地在想 何树他刚才那么说什么意思 难道是吃醋 好像又只是在谴责我 是个见义思迁的girl 而且 刚刚他的表情异常地僵硬 看着很是嫌弃的样子 虽然想不懂 但反正有点开心 就这样 周末推开了家门 兜落突然扑了上来 恭喜你变回来了 周末有被吓到 但听到兜落的话后 来到镜子的面前 竟然变回来了 兜落告诉他 排查出原因了 因为两个胶囊的作用 所以胶囊会不定期视效 而目前能知道的规律 只要每次来大姨妈 胶囊就会失效 周末听罢 瞬间炸了毛 天哪我这辈子 注定要一直在美和丑之间切换了吗 第二天周末来到运动场上 远远地便看到了何树 虽然想到昨天的事情很是尴尬 但还是上前打了招呼 怎奈被完全无视 不仅如此 一整个上午下来 何树都在刻意地躲着周末 只是演技相当拙劣 这不得不让周末陷入了沉思 不想看见我的样子 真的讨厌我了 而何树之所以选择逃避 是因为每次看到周末 都会异常地紧张 就这样 两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误会 一时间关系陷入了窘境 很快便来到了游泳的总决赛上 就在大家都以为 林耀跟何树的对决 会擦出怎样火花的时候 何树不住地看向观众席 却怎么也看不到周末的身影 就在比赛将要开始的时候 何树竟然转身 朝着场馆外面走去 随后在校园的各个角落 寻找起了周末的身影 然而此时的周末正 一个人在厕所里 享受着他那排泄带来的幸福感 拉完之后 在厕所门口 跟何树撞了个正着 此时用孙燕姿的一手遇见全世 再何时不过了 何树你在这里干嘛 我要进去洗脸 进到厕所之后 何树很是猛逼 我在干嘛洗脸 是什么鬼 在周末的疯狂催促下 何树很快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以为何树是去里面大便了 就这样两人 一前一后地 朝着比赛的场馆走去 突然前面的何树停下了脚步 想到之前自己荒唐的理由 扑刺一声笑了出来 这把周末看得愣在了原地 何树他竟然笑了 感觉这一幕 终于让我有了熟悉的感觉 只是如今的我 已经不敢再问他 是否还记得三年前的事 是否还记得三年前的我 也许是怕让人失望的答案 反而会打破美好的此刻吧 此刻就算何树不记得我 但要是能一直看到他的笑容 不是也很好吗 来到赛场上 何树最后一秒的冲刺 超过零样 打破了南高的记录 当何树去看观众席 上面又不见了周末的身影 何树面对校园杂志社的采访 完全提不起兴致 随后在灵耀的周围 发现了周末的身影 远远地看去只见他手舞足蹈 原来是灵耀叔的哭鼻子了 周末正在努力地安慰他 何树显然是不知道这些的 只见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场馆 安慰完灵耀的周末 方才察觉不见了何树的踪影 随后便来到运动员休息室的窗口 小声嘟囔着何树在哪里 然而何树的声音 却在他的背后响起 你都念出声了 我把OS念出声了吗 看着周末的夸张表情 何树再次笑出了声 他转身走了出去 心想不知道什么 看到这个傻子就想笑 两人随后坐下来聊起了天 何树问他我是不是很强 我前面了一口气 制造了减速的假象 最后才猛然冲刺 这样是很厉害的 然而周末不明白他所说的技巧 在他的眼里 何树一直都是很厉害的 回到教室后 何树突然梦到周末为别人打水了 醒来的他很是气愤 只见他拿着水杯子走出了教室 周末一脸猛逼地跟在他的身后 他看着何树的背影 气场怎么感觉有点怪 我还是说点啥吧 你刚才是做梦了 然而却被何树一口否认 周末心想为什么我感觉 何树不高兴呢 明明前两天还对我笑来着 看着大步向前的何树 你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吗 说出来会好一点了 何树突然停下了脚步 回过头来将周末逼到了墙边 那我问你你打了水是给谁喝 给我自己啊 除了你自己 你现在需不需要帮另一个人打水 周末被突如其来的操作 搞得很是猛逼 那个有时候也会帮朋友打水 你怎么回事 任何人你都可以帮他打水吗 完全没听懂的周末 只能眨巴着个大眼睛看着他 何树气愤地将头扭向一边 我的意思是说 你用不用帮别的男生打水 虽然周末没有错 但是听到这话后 感觉自己犯了天大的事 连忙表示 我可以只帮你打水 此刻的何树 方才放宽了心 你确定你 不用帮他打水 周末早已经被吓得魂都没了 确定我们不是打水的关系 听到这话的何树 方才放过了周末 脸上露出一抹微笑走开了 放学之后 周末准备收拾东西回家 当他到何树的空座位时 不由地产生了好奇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放学何树 都走得很快 好像也从来没有在放学路上遇到过他 他的家离得远吗 我好像对他的情况 其实了解的很少 思考间旁边的同学突然大喊 快看是何树 那就是传说中的劳斯莱斯吗 然而周末却对劳斯莱斯毫无概念 过去他从来没过多关注过 何树的其他情况 现在才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 原来何树出生在这么优越的家庭 坐在车里的何树 正在责备管家 我不是说过了 把车停远一点 才可以接我吗 少爷已经按照你的吩咐 停在离学校一个街区的地方了 老爷说过 你的安全是最重 然而何树却突然开口说道 下一次不用来接我了 管家听到后 无奈地叹了口气 少爷切不可以再任性了 上一次因为游泳比赛 推掉了老爷很重要的课验 他已经很不高兴了 另一边旭空正在问兜了 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还是有一些残留在人间的记忆碎片 没有清楚干净 可能会在一些梦境或者幻觉里出现 旭空则直言 如果他们同时接触了记忆碎片就麻烦了 这么交换来交换去的 简直是巨大的玩笑 第二天课间休息的时候 班长走上讲台 鲜花队的同学到讲台来领一下纪念徽章 就在大家疯抢的时候 周末无奈地趴在桌子上 因为中途退出的人没有 他对最后没参加鲜花队 还是觉得遗憾 正当惆怅的时候 刘善突然来到教室门口 呼唤着他的名字 周围的同学纷纷开始议论了起来 没想到周末跟刘善很熟 我还以为两个人在排行榜上 那个不相上下会是竞争对手呢 看样子刘善对周末超过自己排名这件事 根本无所谓啊 周末出去之后 刘善竟然将一枚纪念徽章 递到了他的手里 周末接过去之后 很是惊讶地看着他我也有吗 刘善没有直接回应 而是迫切地想要为周末戴上 周末很是开心地表示 我以为我退出鲜花队 是没有徽章的 还觉得很遗憾呢 刘善告诉他 这是我找老师争取了一下得来的 不管怎样 你也辛苦参加排练 也是鲜花队的一员啊 周末心里咯噔一下 他竟然特意为我跟老师争取 戴好之后 刘善又拿出手机 合照一张吧 就当弥补你鲜花队集体照 周末顿感受宠若惊 表情表现得极其僵硬 因为跟刘善这么漂亮的女神合照 比考试还要紧张 拍完之后 刘善看着手上的照片 你这张角度 没你本人好看 我平时没注意这些 没事的我回去 会帮你美颜的放心 周末看着超为别人考虑的刘善 瞬间对他的好感爆棚 下一秒 刘善突然探头看向了教室里 何树这会儿不在 周末看着他的举动心想 刘善也认识何树吗 感觉好像很熟的样子 思考间 刘善突然走上前来 本来想顺便过来还他东西 周末你帮我把这张CD 还给他一下好吗 放他桌上 他就知道是我了 随着上课灵的响起 刘善急忙跑走了 周末看着他的背影 何树原来也有看起来要好的朋友啊 而且他的朋友就是刘善 不知道为什么心情乱糟糟的 放学后 周末跟灵耀还有兜了来吃麻辣烫 将自己的心事告诉了两人 面对灵耀的分析 周末不由地产生了好奇 为什么男生借女生CD 就是喜欢他的意思 一般来讲音乐 CD是特别私人的东西 如果男生借女孩CD 主要是想找一些话题可以继续聊 同时也提醒一下自己高逼格的品位 基本就是泡他的意思 所以老铁是谁借了你CD 我正式宣布他品位即差 面对灵耀的分析 周末还是忍住了没去揍他 心想要是借给我的那就好了 无意间竟然刷到了刘善的动态 他竟然愿意抛出我们的合照照片 周末这下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刘善还帮我美颜去了痘 这两天冒痘痘来着真的好好 一旁的灵耀闻着胃就凑了过来 这谁啊好丑 你不要乱说话 他超级超级超级漂亮的 灵耀一把捏在了他的脸颊上 网红锥子脸我不喜欢 我觉得你这样肉肉的比较好捏 就这样两人再次打坐了一团 安静下来之后 周末努力地回忆着之前的一切 刘善在胶囊失效的时候 却站出来维护我 我退缩的时候 他也鼓励我 虽然胶囊恢复 他已经不记得我糟糕的样子 但无论是什么样子的我 他都一直充满着善意和关心 那么漂亮和优秀的他 愿意跟我做朋友 刘善人如其名 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人了吧 相比起来我刚才 还因为他跟和树的关系 有点不开心 我真是太小心眼了 思考间突然收到了刘善的邀请 让他周末去家里做客 周末果断地答应了 因为他觉得无论如何 刘善是他要好好珍惜的朋友 时间过得很快 周末如约来到刘善的家门口 这就是刘善家好友钱 简直跟公主一样 没见过世面的他 疯狂地拿着手机拍了起来 刘善突然推门走了出来 我看到你快到的消息 就在门口等你了 怕你找不到 当看到刘善脱掉校服的样子后 瞬间被他华丽的外表吸引 家里的装饰更是光彩夺目 周末与其相比 完全就是一个土鞭 刘善拉着他朝楼上走去 你想吃点什么下午茶 咖啡蛋糕华肤饼 听得周末两眼放光 有钱人家真的有好多好吃的呀 来到二楼 刘善为他介绍了起来 我爸妈住三楼 我的房间在这层 这里是衣帽间 周末抬眼看了过去 一眼看不到头 这里不仅比他的家还大 而且满是奢侈品 然而不仅于此 刘善家里还有钢琴房 和完全属于自己的一间画室 还有好多好多的藏画 周末在其中 竟然还发现了他爸爸的画 刘善你买的画也太多了吧 你知道吗 这幅 话还没说完 突然被刘善拉了过去 对了 周末来看看这幅画 只见他爬着梯子 将墙上的一幅画取了下来 这一幅是我好不容易 在一场拍卖会上买到的 这是超级有名的画家画的 周末在一旁附和着 眼神却一直盯着他爸爸的作品 心想画自己想画的画 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刘善拥有的是离我很远的梦 之后 刘善有带他去了CD市 周末看着满屋子的CD 好像现在很少看见有人 听CD了呢 只见刘善拿出其中一张 我觉得有一些音乐 还是CD才能有感觉 周末见状 心里咯噔一下 何树跟他一样 喜欢用CD听音乐吗 何树也喜欢听古典乐巴 伴随着音乐的旋律 刘善沉浸在其中 我最喜欢听莫扎特 然而周末却一句 何树喜欢听肖邦脱口而出 刘善听到后 惊讶地看着他 你是怎么知道 吓得周末急忙胡周了起来 我那天在你那个那个CD上 不小心看到了 刘善听霸扑呲一声笑了出来 并温柔地 为他擦拭着嘴角 周末你脸上什么都藏不住了 周末喜欢何树吧 只有喜欢一个人 才会记得他的每个细节 吓得周末连忙开口否认 然而自己的小脸 却瞬间涨得通红 在刘善的追问下 最后还是放弃了挣扎 默认了喜欢何树的事实 突然刘善站起身来 一把拉住周末 既然这样 我带你去何树家 周末听霸 一下慌了神 要去何树家 虽然很想去 但现在根本没准备好啊 他打量着自己的穿着 一身二百块的行头 加上破了洞的帆布鞋 一种自卑感 顿时涌上心头 还是算了吧 超丑的我 我今天都没有好好准备 然而 刘善却直接将他拉到了衣帽间 我们现在就准备 我的衣服你随便挑 今天我要让你改头换面 半天之后 周末挑了一件 洛丽塔的衣服出来 刘善打量着他 虽然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但是有一种别致的可爱 更重要的是 是你自己喜欢的风格 这是周末第一次穿这么好的衣服 他刚刚换衣服的时候就看到了价格 竟然要两千美元 换算过来 就是一万多人民币 这牌子可不能被我穿掉了 得保证完好如初 随后在刘善家里的司机带领下 两人来到了何树家 周末很是惊讶地看向窗外 何树家的小区好高档啊 还有多久到他家呀 刘善告诉他 这不是小区 我们已经在何树家了 听到这话的周末瞬间炸裂 你是说 这个片区都是何树家 何树真的超过了我想象的极限 半天之后 司机带他们来到一出门口 小姐 我们到了 何家的管家说 何树少爷正在这边上网球课 小姐就请在这里下车吧 两人对司机到完谢后 便看到了正在打网球的何树 周末看着帅气的他 不禁地感叹 何树竟然还会打网球 感觉好厉害 刘善大老远的 便对着他呼唤了起来 听到动静的何树回过头来 当看到周末的身影后 眼神里满是震惊 走进之后 刘善连忙表示 上次说 还要借我点CD听就过来了 顺便把我的好朋友 周末也带来了 想着你们 也同班就没提前说 不会打扰到你吧 何树高兴 还来不及哪里会介意 只是一时之间 气氛很是尴尬 一旁的管家急忙上来解围 少爷刚打完球 要不先去换下衣服 两位就请跟我来这边休息一下 就这样 两人被安排到了客厅 何树回房间换衣服去了 只不过周末可爱的模样 一直回荡在何树的脑海里 疯狂地在自己的衣柜里翻找了起来 试图打扮得更好 再看客厅里的两人 周末看着周围的装饰 这跟刘善家比起来 有过之而无不及 半天之后 何树身着一身正装来到客厅 这也是周末第一次见何树 穿自己衣服的样子 他只觉得这样的何树 比在学校穿校服时更帅了 一旁的刘善仔细地闻了起来 片刻之后便有了答案 这个味道是足马龙 周末这个味道的足马龙 也很适合你 很清新的感觉 一旁的周末 听得一脸猛逼 啥玩意马龙 为了掩饰自己的无知 只听周末开口说道 马龙我知道 马龙很厉害的 他跟张继科那场比赛 打法非常冷静 思路清晰 流畅节奏 一贯到底不留痕迹 危急时刻 连用了六个反手发球 在一个旋风发球 虽然张继科也很厉害 但是乒乓球界 我也很喜欢马龙的 两人被周末的发言 整的呆在了原地 周末也察觉到了气氛不对 突然刘善扑呲一声 笑了出来 一把将气抱住 周末你太可爱了 刚才说的 足马龙是个香水品牌 不是乒乓球运动员了 周末听到后 瞬间射死当场 恨不得马上找个地洞 钻进去 一旁的管家忙过来招呼 天气不错 两位小姐和少爷 不如到露台上 喝点下午茶吧 辛苦刘管家 您上次泡的蓝山咖啡 真的很好喝 就这样 何树带着两人 朝楼上走去 最后面的周末感叹道 刘善他是真的很优雅的人 在这一瞬间 我忽然感觉 眼前这个画面里 我才是那个格格不入的人 片刻之后 三人走上露台坐了下来 周末不住地感叹 连阳台都这么大 而且还中了好多好看的花 思考间 突然家仆的一个手滑 一碗咖啡 朝着周末飞了过去 尽管家仆不停地躲闪 还是有一部分 洒在了周末的裙子上 吓得家仆赶忙跪下来道歉 何树见状蹭的一下坐了起来 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只听到刘善的声音缓缓响起 有没有被烫到痛不痛 周末连忙示意自己没事 但是裙子上的污渍 却怎么也擦不掉了 吓得家仆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抱歉小姐真的很抱歉 是我工作太不小心了 您这件裙子多少钱 我赔你 周末见状一下慌了神 心想怎么能让阿姨赔呀 何况这衣服这么贵 就在周末想要冲过去扶他的时候 刘善率先将其搀扶了起来 陈阿姨您先起来没关系的 这条裙子是我陪他一起买的 不贵就一百多块 不用您赔 衣服我们还可以再买 但您赚钱是真的不容易 阿姨您就不要担心了 随后扭头小声地告诉周末 那件衣服很便宜的 你不要有压力知道吗 家仆急忙拉着周末朝外走去 小姐我带您去卫生间擦一下吧 周末扭头看着微笑的流晒 心想那件衣服明明是一万多人民币 怎么会没事呢 明明早上还想着一定要保存好的 我真的太不小心了 来到洗手间的他 却怎么也洗不掉上面的污渍 心想回到家一定会被妈妈打死的 半天之后周末脱掉裙子 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 刘善谢谢你刚刚帮我解围 但这条裙子是你借我的 弄脏了是我的责任 真的很对不起 刘善看着自责的他一遍遍地说着 没关系 怎待周末一直在解释 我看到这条裙子的标签了 是一万多真的很贵 我不应该借的 我刚才在洗手间弄了很久 还是洗不干净 我现在真的坐立难安 我想先赶快回去 看有没有办法 把咖啡子处理干净可以吗 如果弄不干净 我一定会想办法陪你的 虽然陪的话 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刘善听罢 连忙站起身来 没关系的周末 裙子我本来要送你你不用 话还没说完 却被周末直接打断了 刘善你真的是很好的人 但是让我回去吧 如果不解决这件事情 我会很难受 面对这样的说辞 刘善也只好妥协了 好吧 那你到家微信我 周末先是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我先回去了 对不起 扫了大家的心 何树见状 想要站起身来挽留 怎奈话到嘴不知道 从何开口说起 刘善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我是不可能让周末赔的 但我想 他现在一定很难受 就放他走吧 何树方才作罢 但不久 管家就打过来了电话 少爷您的朋友好像 不知道在找什么东西 原来是因为何家太大 周末一时之间 找不到出去的路 何树挂了电话之后 先是辞别的刘善 便急匆匆地赶了过去 此时的周末 正筋疲力尽地坐在一棵树下 自言自语了起来 真是丢脸的一天 突然一旁想起了何树的声音 提醒他 又将心里的话说出了声 周末看着他很是尴尬 何树什么时候在这里的 随后开口说道 我迷路了一会儿就走 何树只是淡淡地回复了 据知道 便安静地陪在了他的身边 周末不自主地抱紧了膝盖 今天的事让我很难受 不知道是因为我弄脏了 自己根本负担不起的衣服 还是因为我终于发现 我们并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何树流善他们 都像这件昂贵的衣服一样 是我难以负担的美好 我应该尽快把它还回去 阴谋完之后 周末再次打起精神 待待会儿你 给我指个方向就好 而何树 却直言要送他 周末一下子慌了神 真的不用了 告诉我们在哪里就可以了 怎奈 被何树直接无视 只见他招了招手 将劳斯莱斯给叫了过来 片刻之后 周末被送回了家 谢谢你送我回来 今天真的很不好意思 真的太麻烦你了 那我们回学校再见 怎奈何树静止地走向了屋里 今天你已经来我家做客了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 请我到你家喝杯水 面对这样的反客为主 周末一下子慌了神 走进屋之后 看着凌乱的家里 家里没打扫 有点乱不要介意 爸妈好像不在家 爷爷在楼上睡觉 就这样 何树在拥挤的环境里坐了下来 周末忙着招呼 你要喝点什么 心想这也太突然了吧 一点准备也没有 然而打开冰箱之后 里面毛也没有 这下真的是毫无准备了 对此周末拿出了 家里唯一的冲击板栏根 何树你先看回电视 我去试试 能不能把衣服洗干净 然而何树 竟然和他一起来到了厨房 顺手拿走了他手里的衣服 先用洗衣液 让他静置15分钟 之后再用温水揉搓几次 应该就可以去掉了 再不行的话 就用温的肥皂水泡一回 这痛操作下来 把周末看得目瞪口呆 何树为什么会懂做这种活 从小生活在那么优越的环境 也知道这些吗 然而半天之后 衣服竟真的完全洗干净了 污渍一点也看不到了 周末拿着崭新的衣服 很是开心 何树没想到你连这种事都懂 只听何树淡淡地说道 以前我妈妈帮别人洗过衣服 以前她忙不过来的时候 我经常帮她打下手 此刻的周末心头一惊 她感觉何树身上 好像背负了好多别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好了 如果发现有别的地方有污渍 就用同样的方式处理就好了 那我先回去了晚上还有课 周末看着她的背影方才明白 她是专门来帮我解决衣服的事情的 她从刚刚就已经知道我的感受 她在照顾我的感受吗 刚走出去两部的何树 突然回过头来 对了想跟你说个事 我也喜欢马龙 听到这话的周末瞬间愣在了原地 此刻的她只觉得眼里跟进了沙子一样 不由的视线开始模糊 感觉今天所有的坏心情 在这句话下瞬间烟消云散 另一边正在做研究的 都落那里 突然感觉到了异常 只见她在万千个器皿当中 找到了周末的代价石 拿出来之后发现 上面竟然裂了一个小口 虚空很快便察觉到了问题的所在 走散的命运开始重新连结了 宝石有破碎 她守住的代价就会逃跑些出去 既定的命运轨迹也会跟着变化 这个代价时是那个女孩的朋友的吧 另一边管家拿着手机找到刘善 少爷那边有些急事 一时半会处理不完 吩咐我一定照顾好您 如果您想回去随时叫我 冰雪聪明的刘善显然是猜到了一二 只见他露出了欣慰的表情 另一边周末将今天发生的事情 完完整整地告诉了自己的父亲 不过爸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不知道是因为 幸好把那么贵的衣服弄干净了 还是因为何叔的安慰 起码那瞬间我感觉 我们在同一个频率 那是一种很大的力量 让我不那么害怕 不再害怕我离他们很远很远这件事 周末听完放下了手中的画笔 温柔地告诉他 这个世界很多的美好和温暖 你是值得的 你善良正直 也有属于自己的天赋 你原本就很好 就不比任何人差 周末眨巴着个大眼睛看向爸爸 你的意思是 我还能跟他们继续做朋友 这是你的人生 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同意 你可以跟任何人做朋友 也能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 就像这张画纸一样 周末听爸恍然大悟 如果别人能给我带来温暖 那么我也可以成为 给别人带来温暖的人吗 时间来到周一的课间 林耀粉丝团召开了全体会议 当然周末也被拉了过去 原来林耀明天要去越城 参加乐队比赛了 他精心筹备了一年的乐队 这次终于可以正式出道了 这次的歌曲是原创的 而且他还有单独的吉他 solo 几个粉丝们听到后 很是激动 一旁的周末 竟然一改常态 热烈的鼓起掌来 加油耀耀我永远支持你 一旁的团长凑了过来 你今天不对劲 首先是一反常态的 没有对付我们的药 还给他加油 不像你 再就是你眼圈泛黑 脸颊泛红 你是不是恋爱了 来让我算一挂 周末被吓得一下全被招了 我只是去了他家 而不是他来了我家 团长听到后很是震惊 对方是老司机啊 这种男生我见多了 我就是江湖人称司机鉴定达人 像你们这种无知小女生 根本不是老司机的对手 周末听得一脸猛逼 你误会了吧 只是到彼此家里来做客而已啊 就算只是来家里做客 也是很重要的一仗 这一仗没有打好 你就会非常被动 随后掏出一堆的恋爱秘籍 表示有钱这都不是问题 林耀听到动静后 突然从背后凑了上来 你们在说什么 两人一口同声地将其吼开了 女孩子说话 男生不要插嘴 随后团长告诉周末 总之你不买我的攻略也行 但你要好好把握以后的机会 切记不要太主动 周末疯狂地做着笔记 但是一个不经意地抬头 突然发现团长头上的淤青 被问到的时候 也是在极力地掩饰 而且还快速地逃离了现场 一旁粉丝团的其他成员告诉周末 伟达只有跟我们一起的时候 才这么开朗 其实他在班上是被孤立的 他们说他总跟女孩子混在一起 喜欢女孩子才喜欢的东西 骂他是娘娘腔 周末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忽然想到了之前的自己 虽然我现在已经脱离了那个状态很久了 但再次被提起来 还是感觉到一身寒战 如果是自己的好朋友 也面临这些事情的话 就如同自己重新经历 一遍那样难受 那时候的 我只懂得沉默 如果再来一次 我不会再怯懦地承受和逃避 到了晚上 何树一直放心不下周末 便发去了消息 询问起了裙子的事情 然而周末收到后 却是秒回 表示裙子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还对何树表示了感谢 何树收到消息后 想要约周末一起去图书馆写作业 怎奈消息打了右扇 一直下不了决心发出去 周末看着聊天框上的对方正在输入 满头问号 发什么消息 输入这么久 半天之后收到一条 上星期老郑 不知的奥数提醒了吗 周末秒回还没啊 不是后天才交吗 听说很难 然而何树突然发来邀约的消息 是挺难要不要明天一起写 但是在要去图书馆约会的这天 周末来了大姨妈 胶囊失笑了 周末努力地抱住兜落的大腿 我不能这样去见何树啊 快救救我能不能拖延一天 兜落也是无奈 这就是慌乱的青春之旅吗 拖延这种事 好像不是我决定的 是姨妈决定的 无奈周末再次戴上口罩来到教室 战战兢兢地上了一天的课 纠结了一天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根本无法想象 现在瞅瞅的自己和何树一起在图书馆的画面 很快放学的铃声便响了 何树过来敲了敲他的脑袋 我要去对面教学楼教一些材料 你等我一下 周末疯狂点头答应 心想能拖一秒是一秒 但紧接着便后悔了 我疯了吗 为什么又答应了 我现在这样怎么去图书馆 不行还是得找个理由 先把今天的给推了 待会给何树发个信息好了 何树走后周末急忙跑出教室 赶紧回家 丑人莫作怪 然而在路上却 刚好碰见正在被霸凌的伟达 只见他们将其围在座位上 娘娘枪你 还会化妆呢 平时往女孩子扎堆就算了 现在彻底把自己当女的了呀 早就看你不爽了 男生图这种东西 你丢不丢脸了 然而一旁的同学们 对此也是敢怒不敢言 伟达突然站起身来去夺自己的东西 那是唇彩不是口红 不要碰我的东西 不要这么小气嘛 给我们看看你书包里 还有什么宝贝啊 还有这么多图的东西 真是尽到爆啊 杨伟达你怎么不干脆上女厕所呀 门外的周末 默默地听着这一切 当他想起自己之前被霸凌的经历后 想要发声 却怎么也开不了口 只能无助地蹲在教室门口自责 现在的我 还是原来那个 没有胶囊的我呀 随后站起身来想要逃离 心里不住地道歉 对不起我做不到啊 教室里 伟达想要抢回自己的东西 却被无情地摔在了地上 既然你这么喜欢女生的东西 不如我帮你在脸上画点 不过我不太会化妆 正当那男生将要动手的时候 突然被一条粗壮的胳膊给抓住了 镜头一转 竟然是刚才逃走的周末 只见他大声地嘶吼道 你不可以欺负他 却被那男生一把甩开了 你他妈谁呀 你好像是之前二十般的八戒吧 我叫周末不叫八戒 另外 我刚才说你不可以欺负他 连周末也是不解 自己为什么突然间会勇敢起来 只感觉像有一股说不清的力量 诸如了自己 随后对着几个男生质问了起来 他有做任何事影响到任何人 伤害到任何人了吗 他喜欢什么爱做什么 就算与大部分人不同 这是他的权利 此刻周末只想拼命地告诉伟达 告诉所有人 他没做错什么也没输给你们什么 另一边的核数 正在给老师递交材料 突然一个同学火急火燎地跑了进来 陈主认识久半 有几个男生正在欺负杨伟达 周末他一个人冲进去了 听到这个何树和老师 急忙朝着十九班的教室跑了过去 然而此时的周末还在和他们对峙 就在其中的一个男生忍不下去 将要动手的时候 陈主任推门走了进来 你们在干什么 放学不回家 在教室里吵吵闹闹 周末见危机解除 急忙去搀扶地上的伟达 几个男生瞬间吓破胆 连忙表示 老师我们在开玩笑呢 啥事也没有伟达你说是吧 周末突然站起身来拿出手机 老师我把刚刚发生的事情都录下来了 你们觉得这个视频好笑吗 陈主任在看过视频之后 勃然大怒 你们几个立刻到我办公室 其他人赶紧回去 今天发生的事情 我一定严惩不待 伟达你也来一下 把发生的事情都告诉老师 在周末的安慰下 伟达也是自信地 跟着老师去了办公室 事情处理完之后 周末摊坐在楼梯的台阶上 大口地喘着粗气 其实吓死我了 我这是哪里来的胆子 这是怎么回事 不自觉地就哭了 正在擦拭眼睛的时候 突然看到和树走了过来 心想惨了忘了 还要去图书馆 然而和树却突然蹲下身来 为什么不告诉我 对不起当时太突然了 我也顾不了太多 只是一心想着 不可以让伟达被他们欺负 现在伟达没事了 真的太好了 还是太危险了 如果他们动手打你 该怎么办 那我就跟他们打 要是打不过呢 打不过我也没办法了 和树突然起身 坐到了他的身旁 打不过也没关系 因为他们打不过我 此刻的周末方才明白 当才那股突如其来的勇气 是和树带给他的 周末对此很是庆幸 因为他的生活里 竟然闯入了 林药和树 刘山他们这样的人 在每一个跌入谷底的时刻 都会站在自己身边 用他们各自的方式 给了自己力量 因为拥有着这份温暖 不想辜负这份温暖 所以周末才尽全力的 也想成为给别人带来温暖的人 随后站起身来 认真地对和树倒了血 到了晚上和树洗完澡后 管家推门走了进来 只见他拿着一幅画 您上次让我在拍卖会上 买下的画已经到了 虽然这么久了 我还是挺糊涂的 这向日葵 对您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和树没做回答 只是端向这手里的话 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管家关心地问道 您的收藏室 需不需要帮您整理一下 却被和树一口拒绝了 不用了那个房间我自己来整理 片刻之后 和树来到画室 只见里面摆满了向日葵的画作 但他还是没找到梦里的那幅画 第二天 因为周末的建议勇为 校园的人气第一的位置 被周末拿下 刘善看过霸凌视频后 对新的人气榜单 表现出很是高兴的样子 客间林药参加完演出赶了回来 找到正在独自晒太阳的周末 紧接着 便盯着他打量了起来 我问你那个胶囊 你吃了能有金钟照铁布山 你知道 你一个女生跟几个男生对抗 有多危险吗 过来蠢货让我看看 你有没有受伤 原来这林药是新试问罪来了 看着仔细检查的他 周末只觉得他的手好热 急忙将手抽了回去 我没有受伤了 随后林药清了清嗓子 义正言辞地告诉他 就算你这个蠢货 跟男生没什么区别 但你还是很弱 就算我拜托你 保护好自己行吗 周末今天面对他 第一次有了害羞的感觉 他只觉得林药今天 跟平时不太一样 十一的时候 手机突然被抢了过去 我把你通讯录里我的名字 改成阿灵药 这样 我在你通讯录里 就是排第一名了 这样 你个傻子 以后再有情况 就可以快速地打我电话了 听到没 周末听罢 挣扎着想抢回手机 谁让你动我手机了 女孩子通讯录里的第一位 是很重要的 打闹的时候 刘山突然跑了过来 一把握住周末的双手 仔细地打量了起来 周末你没受伤吧 我今天才看到社区里的视频 担心死了太危险了 以后你真的不能这样 要是真的受伤了 那怎么办 看两姐妹你浓我浓 林药起身准备离开 刘山突然叫住了她 林药恭喜你 A城的乐队比赛得了冠军 周末听到后 一拳打了过去 什么林药得了冠军 这么大的事 竟然到现在都没说 太不像你了吧 林药一把抓住她的拳头 还不是因为担心你 才忘了说这事 背后的刘山笑呵呵地表示 周末你啊太不关心朋友了 应该好好反省一下 随后便为周末讲起了林药比赛的经过 半天之后 刘山被老师叫去了办公室 明天广播体操跟你一起领操的同学生病了 老师在考虑换哪个同学比较合适 明天有领导来 学校参观 领操代表学校形象很重要 只见刘山思索了片刻 老师我觉得一般的周魏很适合 周魏最近因为帮助同学 现在是大家的榜样 而且周魏靠自己努力 跳到一般 平时在学校表现也一直很优异 肯定能代表学校的形象 面对这番说辞 最后老师也是同意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 刘山的爸爸一直在抱怨 何家那群老狐狸 何同一拖再拖 你跟何叔认识这么久 现在又在一个学校 相处得怎么样 面对父亲的说辞 刘山却表现得很是沉稳 爸你又开始急躁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 父亲则提醒道 毕竟是何家的少爷 不是寻常的男孩 你别过分乐观了 刘山对此 却完全没放在心上 他不过就是个私生子而已 只见他漫不经心地 将领操的事情 发给了周末 众所周知 传说中的广播体操 实际上是女生的修罗场 在各种类似 扩胸运动的动作里 你会发现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漂亮女生优雅 普通女生则无法形容 这种差距 是只要有男生存在 就会让大部分女生 想要拼死抹杀的 所有在男生面前 刻意软绵绵的动作 都在证明一件事 那就是我很柔弱 因为 如果真的很认真的做的话 那毫无疑问 你的广播体操 会变成中国功夫 而传说中的体转运动 就更微妙了 因为那是偷偷看喜欢的人 或者被喜欢的人 看到的最佳时机 当所有男生转过来的时候 所有女生的动作 都会齐刷刷的 变得非常优雅 当然 还有很多会在厕所 度过20分钟 美妙时间的淘操战友 但总是在老师们开始的 定式巡查里 结束了这场战役 总之 广播体操是一场庞大的 复杂的暗流涌动的 大型眼神交流会 而在这场 每日必会经历的活动里 最最令人害怕的 就是领操 周末昨天 收到刘善的通知 不仅要穿礼服 还要站在生气台上领操 让所有人观赏 心想 不如让我去死吧 我才不要在全年级面前 做阔胸运动 和跳跃运动 然而 此时催命的刘善已经来到了周末的教室 只见他手里拿着衣服 周末看到他后 急忙地走出了教室 不得不感叹 人比人得死或比或得扔 刘善看着他急忙道歉 对不起这是都怪我 老师临时说 这次领操要改穿运动服 随后一把将运动服塞进了周末的手里 你穿我的吧 这套运动服我一直放在学校 周末刚大的看着手上的衣服 我换上了 你怎么办啊 而且 这套校服我也穿不上啊 突然老师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你们两个还在这磨蹭什么呢 广播操马上就开始了 老师对不起 都怪我没传达好 周围只准备了礼服 算了没时间了 礼服也行 刘善你先把运动服换上 你们赶紧下去准备 就这样 周末穿着礼服 缓缓地走上了升旗台 周围很快地传来了飞翼 怎么是他领操啊 怎么领操还穿礼服 穿成这样是想显摆吗 我们搬形象全毁了 怎么也得找刘善这样的吧 就是啊 形象 差太多了吧 对比之下 就连看台上的老师们 都在议论纷纷 周末怎么也想不明白 怎么会穿着礼服 在这领操 他不时地偷看一旁的刘善 穿着运动服领操他 真的轻巧又优雅 相比之下 自己我穿成这样 显得好笨重 真的是蠢到要命 想到这也只能祈祷着 赶快结束这一切 这可是承包了下面男生 一整天的笑点 快看母猪跳跃裙子 要飘起来了 到了第三节跳跃运动的时候 周末坐起来 每次就像地震一样 期间还不住地走光 面对周围嘲讽的声音 何叔再也听不下去了 只见他大步地朝着 升起台走了过去 随后脱掉了自己的外套 披在了周末的身上 你先下去剩下的我替你领 此刻的周末方才发现 自己走了光 急忙灰溜溜地跑下了台 课间操完毕之后 几个男生跑去厕所抽烟 期间还不住地在讨论 你们刚刚看到校长的表情了吗 脸色可怕得很 谁叫领操得那么火辣 然而全被经过的何叔听到了 几个男生吓得急忙掐灭手中的烟头 惨了何叔是学生会的 他会不会告发我们 然而一个黄毛却不以为然 甚至还出演嘲讽 这不是刚刚英雄救美的何叔同学吗 没想到何叔同学的口味还蛮重啊 刚刚看得爽死了吧 何同学的眼光也太 话还没说完 直接被何叔一拳打在了脸上 强大力道直接将其轰倒在地 门牙直接干飞两颗 另一边的女士们也在议论 一般那个周末也太奇怪了 领操穿礼服太搞笑了 全校就他穿那样 我都替他觉得尴尬 他以为自己是明星 要走红毯吗 刘善你说 他是不是故意的呀 真的不知道 穿裙子做操 很容易走光吗 刘善听到后 只是微微一笑 不知道呢 我不好再被后评价别人 刘善你把他当朋友 人家可不一定哦 你们明明一起领操 他却故意与众不同 你就是人太好了 还是小心一点吧 不过 何树他今天也很奇怪啊 为什么突然上去帮他领操 还不是周末有手段 刚开学的时候 何树都不认识他 他就主动上去搭讪 突然周围的声音 引起了三人的注意 不是吧 何树居然在打架 何树怎么可能打架 在看厕所里的何树 真在就这黄毛教训 其他几个男生见状 快去叫老师 三好学生 何树在厕所打人呢 刘善突然出现在门口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确定要告诉老师吗 那老师也会知道 有人在厕所抽烟哦 见有把柄在手上 那黄毛也没再多说什么 而是带着人灰溜溜地离开了 事后何树独自一人 坐在一处长凳上 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刘善贴心地递过来窗口贴 你不想脸上的伤口 被何树树发现吧 说着就要帮何树贴上 怎奈何树却是下意识地躲避 刘善却一再坚持 你自己又看不到 伤口在什么地方 贴好之后又迅速地闪到一边 我只是看到你替周末解围 我也想做点什么 我作为周卫的朋友 看着他一个女孩子站在台上 被下面的人那样的指指点点 而我就站在他旁边 再没有比这更煎熬的了 不过今天你为了周末打架 还是让我很惊讶 这不像平时的你 所以你跟周末在交往吗 听到这话的何树 瞬间小脸一红 连忙开口否认 刘善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那你今天怎么格外激动 我只是看不惯他们对一个女生那样 换做是其他人我也会这样做 是任何人吗 那如果是我你也会吗 此话一出何树沉默了半天 刘善看着他的表情仿佛有了答案 随后便转身离开了 另一边的灵要找到周末 为什么穿礼服领操 没见过要穿礼服领操的呀 我怎么知道啊 老是通知的呀 老是让谁通知你的 刘善啊 这个是重点吗 重点是我今天已经在全年级面前丢脸了 穿着礼服的我又笨重又丑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觉得你穿礼服很好看啊 真的特别好看 你今天在台上利落大方 我差点在台下当场给你成立粉丝团 而且远看侧脸还挺像某个明星 周末显然是听出了这是在安慰自己 一把甩开了灵要的手 灵要则是一脸奸笑地表示了 没哄你我是认真的 我感觉你的侧脸像假灵 说吧急忙朝后闪躲 周末虽说生气怎奈打不到 无奈只好做出一副鬼脸嘲讽 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把衣服还给何树了 你这个垃圾灵要 周末走开后 灵要躺在台阶上自嘲了起来 人家根本不需要你啊 灵要你真是个傻瓜 另一边的何树去找了心理医生 医生努力地了解着她的病症 所以你梦到那个女孩快三年了 每一次梦到她都有那副向日葵吗 你在现实生活中 遇到过这个女孩吗 我看不清她的样子 所以不确定 无奈医生只好换了一个角度 你能具体描述一下 那副向日葵的作品吗 那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向日葵 因为那株向日葵 有一片花瓣是绿色的 半天之后 何树跟着管家走出了诊断室 少爷欧阳医生 是国内最顶级的心理医生了 他的时间只预约到了工作日 抱歉让您不得不请假 我吩咐了下面的人 老爷那边不会知道的 几天之后 刘善来找周末 就在两人相谈甚欢的时候 突然一束强光亮起 差点每个刘善的24K钛合金 苟眼闪下 光芒散去之后 周末再次变漂亮了 刘善看着眼前的一切 很是惊讶 周末急忙对着玻璃照了起来 发现自己的变化后 一句又变漂亮了 脱口而出 意识到自己说多话后 急忙随便找了个理由 我忽然想起来 老是找我有事先走了 刘善回到家后 一直在想今天的事情 我竟然发现我身边 有一个跟我一样 像是自言自语的人 又变漂亮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不是一直长这样吗 可是奇怪那一瞬间 我明明感受到了一种变化 事情好像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你说呢 原来这刘善也有一只 兜落在身边 而且还是黑色的 片刻之后 兜落带他来到一出大门前 刘善看着眼前的一切 这里就是存放代价时的地方 门被打开之后 里面是成千上万的器皿 不一会儿的功夫 兜落带着他找到了 属于他的那颗 刘善试探性地触摸了上去 怎奈直接穿身而过 兜落提醒他 人类是无法触碰代价时的 你后悔了吗 刘善只是邪魅一笑 你太小看我了 你说的那本交换记录在哪里 兜落随即将一本 上面画着神奇团的书本拿了出来 另一边周末刚到家门 就听到屋里的父母在激烈的争吵 原因是生活的开支 此时的周末家里 因为周富一直画画 他那画廊至今都没有一分钱的收益 房租都要交不起了 而周富还一直 在为培养周末的绘画增加开支 就这样一场现实主义 与理想主义的冲突 争吵得很是激烈 不一会儿的周母便委屈地哭了 周末推门走进了房间 只见他缓缓地走到父母的跟前 把你把画财退回去吧 有这钱还不如补贴家用 或者多买几本辅导书呢 随后弯腰去捡地上的绘画器材 答应我不要再为这件事吵架了 我已经决定不再画画了 两人看着周末手里的东西 全都陷入了沉思 没有再继续争吵下去 回到房间后 周末看着自己之前的日记 以前的话好可爱啊 自己笑着翻到了日记最后 只见上面写着一句话 妈妈这次我会成为你想要的人 看到这个他陷入了沉思 今晚也是周末 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抉择 而他被迫地选择了现实主义 另一边的刘善 也查到了周末和兜落的交换信息 看着上面的内容大为震撼 他交换了外貌和成绩原来如此 但是他交换的代价是梦想啊 周末从来不敢跟别人说自己有梦想 因为梦想这个词让人敬畏 他很美 美到让他怀疑 自己值得拥有他吗 我不是那么有自信的人 但是我知道 有他在的时候 我会变得很自信 也会变得很自由 有他在的时候会变得很勇敢 也会变得很灿烂 原来一直出现在和树梦里的向日葵 是周末小时候亲手画的 那片绿色的花瓣是不小心沾上去的 索性就画成了花瓣 周末认为每株向日葵都可以 长成自己独一无二的样子 但他从来不敢跟别人说自己有梦想 只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不一样 周末的妈妈一直有心血管堵塞的问题 停药就会反复发作 为了节省开支 培养周末的画画 他的妈妈坚持将要给停了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 周末能有个好成绩 能考上好大学 找份好工作 然而自己引以为傲的梦想 却时常受到周围同学的讽刺 甚至被孤立和霸凌 周末的天秤告诉他 梦想是对于我来说最珍贵的代价 所以他能换来很多对别人来说好的东西 那天周末拿着命运胶囊思考了许久 最后含泪果断地吃了下去 爸妈以后我应该 再也不会让你们担心了吧 这样我也不用再跟别人说 自己有过梦想了 没有了梦想真让人轻松 他离开了我 可就终于不用再惦记他了 另一边的刘善 在安排着校庆晚会的集体工作 话剧社的同学们遇到了问题 他们道具组的组长生病住院了 实在找不到美术那么好的同学 可以帮忙画背景了 刘善略加思索之后 我倒是可以帮忙 就怕校庆晚会筹备期间 我的工作太多了 不过有一个人我可以推荐 这是他以前的作品 你看符不符合你们风格 原来手机上正是周末的抖音主页 上面的介绍赫然写着 周末一个爱画画的女生 第二天周末收拾好心情后来到教室 她只觉得自己昨天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小美看到后急忙扑了上来 我的大小姐你可来了 万众期待的校庆晚会 开始节目募集了 这次我们一般决定出一个高品质小品 区别于其他班 一贯敷衍的朗诵合唱演讲 然而作为重点班的其他学生们 对此并没有再期待 只听一个眼镜男大声吼道 吵死了还让不让人学习了 这种事情谁感兴趣又不加分 难道他们不知道小品这种事 台下的人都是当笑话在看的 你说是吧和数大大 然而作为真学霸的和数完全没听到 小美还在同步着信息 我们一般作为万众瞩目的重点班 本次表演的小品是 霸道唐僧的女儿国爱恋 周末同学唐僧的男主角 我们已经找到了 女儿国国王作为女主角 这个角色你感兴趣吗 吓得周末连忙挥手拒绝 却被小美一下堵上了嘴巴 感谢周卫同学的支持 听到你想加入我就放心了 随后小声地告诉她 周末你这次如果不帮我的话 你就不是我的好朋友 肩负重任的文语委员把话摆着了 在小美的威逼力诱下 经过很慎重的选拔 周末稀里糊涂地抱上了你 小美还在一旁自卖自夸 周末真的这个角色 如果不是你演 我都不知道哪个人的颜值能扛 因为我们这次男主的颜 也是很能打的呀 对了 周卫明天安排你跟男主对一下戏啊 这次跟你搭CP的男主 也是咱般的超人气男生亚目啊 对啊对啊 要是那些暗恋她的女生 知道你跟她搭戏 应该会哭死吧 周末被整得很是尴尬 完全没注意到何树 已经悄然地走了过来 周末看到她后心想 何树应该会觉得 这种活动很无聊吧 她应该是完全不会注意到 这种活动的人 见周末走神小美大声地呵斥了起来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 从这周起 晚自习就要开始排练了 你要跟亚努同学好好熟悉起来 培养下感情啊 毕竟你们有吻戏啊 走过去的何树听到这话后 虽然没说什么 但是瞳孔却突然放大 认真的听着小美的描述 而周末听到吻戏之后 更是吓得不轻 小美急忙安慰 不用担心啦 只是借位而已 同学们很想看这个 有市场你懂的 到了快上课的时候 大家全都回到了座位上 周末看着正在发试题的何树行响 要是和他演CP就好了 然而 轮到给周末试题的时候 何树却没递到他的手上 而是摔在了桌子上 到了下午体育课的时候 周末去小卖部买水 刚好何树也在 周末跑过去 疯狂地试探了起来 然而何树对他完全无视了 正当周末伸手去拿水的时候 何树突然抢仙 将水拿走了 周末很是猛逼 这种感觉 是故意不理我的吗 为什么要忽然这样 到了放学的时候 周末走出教室的时候 很是失落 今天就这么过去了 一句话都没说 就这么回去了 稍微有点不甘心 好想问问他 为什么好像在冷战呢 但是这种微妙的感觉 根本问不出口 而且人家可能 根本不屑和你冷战吧 把自己当谁了呀 但还是忍不住的 回头看向了何树的座位 这一看可不得了 只见刘善坐在他的前面 周末连他什么时候进去的都没察觉 远远地看上去 两人一副相谈甚欢的样子 周末突然害羞了起来 不对我干嘛偷看人家 我在想什么 不理就不理吧 还是不要自取其辱了 随后便转身跑回了家 这一切全都被刘善注意到了 只见他得意地会心一笑 原来之前刘善不仅查到了周末的交换信息 上面竟然还有何树的 他竟然也吃了命运胶囊 想到这的刘善 微笑地扭头看向何树 事情是这样 我爸爸想邀请你和何叔叔 到我家一起欣赏刚买下的花座呢 然而此时的何树一直走神 完全没把心思放在他的画上 只是满口附和着 另一边的周末回到家后 大肆地对着抱枕撒气 男生都是大猪蹄子 凭什么忽然不理我 一旁的兜了很是不解 所以为什么是猪蹄 人类的梗真难理解 既然不想理我 当时为什么那么关心我 现在想关心就关心 想无事就无事 亏我今天回家的时候 还走得超慢超慢的 妄想着他会跑来跟我说句话 真的好自作多情啊我 因为没说一句话 我纠结成这样 我是不是疯了 可是他这种微妙的 忽冷忽热的感觉 真的让人超没自尊 你不理我 下次我也不会理你了 随后对着抱着发泄了起来 正在生气的时候 突然手机的提示音响了 周末很是生气地打开之后 竟然是和树问他在哪 气得他一把将手机给丢了出去 我是不可能理你的大猪蹄子 这辈子都不可能理你的 这可是刚才完全默示你的 那个大猪蹄子啊 这下我也要亮着你 才不回复你 然而双标的周末 最后还是秒回了 表示自己在家 随后小脸蹭得一下红了上来 他干嘛问我在哪 正在不解的时候 周末看到后 很是抓狂 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 通过两人的聊天记录不难探出 这和树患有严重的直男矮 而且还是晚期的 紧接着又给周末发了一句 你为什么不问为什么 周末看到后很是猛逼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为什么 和树没有回复 而是说出了 今天一直想对周末说的话 你能不能不要去表演 此刻的周末方才反应过来 他在在意这件事吗 所以他就是因为 这个不理我 为什么瞬间觉得有点开心 当收到周末可以的消息后 何树脸颊泛起一抹微笑 一天的坏心情瞬间烟消云散 此时躺在床上的周末在想 我为什么忽然生气 又忽然这么开心 头脑发热心跳得好快 原来喜欢一个人 从来都无法平静 几家欢喜几家愁 另一边的刘善正 失落地走在路上 兜落看出了他的一样 你好像不开心 我只是不懂 为什么何树会喜欢他 如若笨桌 一点都不强 放心我没把他放在眼里 他是阻碍了我 或取何家人脉罢了 兜落听到后表示 你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过 我认识 你的第一天你就是这样了 你是我见过最冷酷的女孩 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你 刘善听到后无奈地表示 可是何树并不喜欢我呀 难道他就真的喜欢 那个女孩吗 他可是把和他的记忆 作为代价交出去了 刘善狠狠地瞪着 兜落 你没看到他交换来了什么吗 所以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 我想看看代价失礼他们的记忆 谁能想到 昨天收到何树的消息之后 周末竟然乐了一个晚上 居然无心学习 一个上午的课间 都拿来补作业了 不过今天虽然 也还是一句话都没有说 连眼神都没有对视过 但是一点都不像昨天那样焦躁 觉得很安心 很开心 忽然觉得就这样 不用说话 不用看见对方也可以 就在周末沉溺在其中的时候 胳膊肘突然被撞了一下 转头看到何树竟然坐在他的旁边 心想 他为什么忽然坐到我旁边 还靠得好近 只听何树淡淡地说了一句出去 便起身离开了座位 就这样 周末跟着何树走出了教室 眼下只有两个人的空间 何树他想说什么呢 只听何树缓缓地开口 昨晚的事 其实我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那么无聊 让你不要去表演 其实我后来 想了想 是我不对 如果你真的想去表演就去吧 周末听到后 会心一笑 可是我已经跟小美郑重说退出了 小美刚跟我说 已经找到替代的人演了 现在想演也已经没机会了 紧接着何树便给他表演了一个面壁思过 对不起 这是我的问题 既然这样 我补偿你吧 你也可以禁止我做一件 你不想我做的事情 那我禁止你 总是板着脸 你总是表现得那么冷漠的样子 大家都会觉得你好难接近 何树听到后 很是不解地问他 我要那么多人接近我干嘛 但是我可以答应 在你的面前我不会冷漠 此花一出空气瞬间安静 两久之后 只见周末举起自己的小指 我不幸除非拉钩 就这样 两人拉钩盖章 周末方才对何树放下心来 周末心里暗暗发誓 我永远会记得那天何树的笑容 也会记得我们的约定 只是那时的我们都没想到 等待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 其实何树从小就不怎么会笑 就连拍证件照都是面无表情 摄影师也是无奈 对此他的证件照 通常都是一副沮丧的样子 这也不免引起周围同学的议论 听说他妈妈是小三道德败坏的 还有啊 听说他爸 也抛弃了他们母子 至今都没来看过 也是个大坏人 回到家后何树 将听到的流言蜚语告诉了妈妈 去被妈妈一口否认了 你听谁瞎说的 你爸爸是很好的人 如果爸爸是很好的人 那他为什么不来看我们呢 他难道不关心我们在做什么吗 他的妈妈面对小何树的质问 一时之间竟然失了声 年幼的他只能在梦里 幻想着自己爸爸的样子 军人科学家探险者 无数次的想象 成了他唯一感到满足的理由 而现实则是 他在不久后 以私生子的身份搬进了豪宅 起初就连下人 都在对他们指指点点冷嘲热讽 嘲笑他们寒酸 是家主酒醉一夜风流的过失 说他的妈妈连个情人都算不上 何树之所以能和父亲相认 是因为何家的长子和太太 在一场车祸中双双隐命 因此何树忽然之间有爸爸了 只是跟原来想象中的不一样 母亲总是贴心地 想要为妻准备晚饭 但每一次都会被父亲嫌弃 何树虽然有爸爸了 但需要一些条件 才能让他看到自己 自那之后何树变得极其努力 只是他一直都没想明白 努力是为了取悦他 还是为了让妈妈 在这个家获得尊重 亦或者只是想让自己 被真正地承认是他的儿子 那一刻他察觉 原来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是为了别人而活 在某一天的夜里 何树发现了喝醉的父亲 他正一个人坐在门口抽气 何树急忙上前搀扶 然而何树却恍惚之间 将他当成了自己的长子 拉着何树的手抽气得更厉害了 能感受到他无比的思念和自责 爸你喝醉了我不是何然 何树听到后一把打开了何树的手 随即臭骂了起来 果然是你这个晦气的小子 你知不知道 你天天哭丧着这张脸 挡了我多少财路 你不知道做生意要笑的吗 你不会给我笑一个 何树强忍着委屈 努力地挤出了一个笑脸 我可以为你笑的呀 爸回去休息吧 然而再次被何树甩开 我让你笑你就笑 你是机器人吗 越说越激动的他 直接一把将何树给推下了台阶 头上瞬间被摔得鲜血直流 然而却感觉不到一点疼痛 他只是觉得很奇怪 明明以前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 也不止一次被罪汉找过麻烦 下手多众都没有怕过 但是那一次 何树以前梦里爸爸的样子 不停地在循环播放 所有的样子最终重叠到了现实 那一次所有的梦都碎了 如此同时十四的周末 与何树相比是那样的幸福 调皮的他每天都戳猫斗狗 母亲对他也是爱之身责之切 十四岁这年的暑假 爷爷因为身体问题 到C市里的大医院做手术 他和妈妈暂时住到C市的舅妈家 这样就可以经常到医院照顾爷爷 也就是这时 他和何树第一次相遇了 何树因为摔下台阶也住进了医院 后来周末经常在医院的院子里看到他 每次看上去都是一副很有心事的表情 那天下雨一只流浪猫跳到了他的身上 何树的反应很大 大声呵斥着将大局给丢了出去 周末见状急忙呼唤着猫咪 试图安抚着受到惊吓的他 因此便对何树戴上了有色眼镜 原来这个人是超讨厌的人 装什么忧郁啊 根本就是内心恶毒 不过虽然被这个怪人破坏了心情 但总的来说这个医院的院子 待着还挺舒服的 有花有草还有大黄可以一个人画画 一切都那么宁静 这天何树推着轮椅 又在叫骂着臭猫 周末听到后担心地砍了过去 是那个人的声音 那个人又要对大黄做什么 就在周末要阻止的时候 何树突然拿出一盘猫粮来 周末一时之间也搞不明白了 他是专门给大黄留吃的吗 所以说他骨子里其实还是个温柔的人 大概还是我误会他了吧 他应该并不是一个坏人吧 思考的时候何树突然注意到了柱子后面的周末 吓得周末一个机灵 我晕他看过来了 刚刚不自觉地就一直盯着他看了 应该没被发现吧 当他回头偷窥的时候 发现何树正在直勾勾地看着他 就这样两人四目相对 周末很是害羞地跑开了 怎奈将一张画稿掉在了地上 命运确实奇怪 明明前一天还很讨厌那个人 可一切却在那个对视里 开始发生了改变 这天周末的妈妈不在 爷爷抽搐地呼唤着周末 吓得周末急忙跑了过去 怎么了爷爷 你怎么了爷爷我在呢 糟糕是进完了吗 呼叫铃按钮坏了 慌了神的他冲着门口大喊 来人啊有人吗 怎奈没人回应 正当他要跑出去叫护士的时候 却被爷爷一把死死地抓住了 此时何树刚好推着轮椅 在病房门口经过 看到了里面的一切 随后急忙转身 推着轮椅就要去叫人 然而好巧不巧的是 偏偏这个时候轮椅卡在了家缝里 何树吃奶的镜都使出来了 却依然不能一动半分 好在最后护士及时赶到 爷爷最终有惊无险 病房里的按钮也重新更换了 周末连忙道谢 护士则表示 你要谢的不是我呀 你应该要谢四百气势病房的 那个男孩子 就是坐着轮椅的那个 他腿伤得那么严重 还跳下轮椅 他一蹶一拐地跳到办公室的时候 我都吓死了 不过如果不是他的话 你爷爷的情况就危险了 周末一下子想到了何树 所以刚刚帮我喊人的是他 那他的腿没事吧 我们及时做了检查 还好没什么大碍 不过这孩子还是太冒险了 万一造成二次伤害 他这腿也就不止骨折这么简单了 周末听到后很是感动 竟然是他救了爷爷 他是那种善良到 会奋不顾身去救陌生人的人 我该怎么感谢他呢 就这样第二天 周末在医院的院子里 蹲起了何树 怎么还不出现 不过送他那个东西 会不会太羞耻了 然而当何树飞速划过身边的时候 周末感到很是害羞 大脑一片空白 随后拼命地为自己打气 周末你给我争气一点 你就是要把那个东西 送给他而已 又不是奇怪的东西 正当周末鼓起勇气回头的瞬间 何树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两人四目相对 很是尴尬 周末率先打破尴尬 你好我叫周末 那天真是谢谢你 帮忙找护士 何树见状 竟然没有上去握手 而是害羞地挠着头发 周末以为他嫌弃自己的手有味道 两人就以这样奇葩的方式相识了 总之还是谢谢你 要不是你爷爷 就真的危险了 我想来想去 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如果不嫌弃的话 请收下这个礼物吧 说着 将一张画稿递了过去 画稿上面的内容则是 何树正在和大局愉快地玩耍 然而 何树却不屑地 将头扭向一边 画得好烂一点都不像 周末听到后直接问号三连 这是什么剧情 怎么跟我看到的电视剧不一样 随后大吼了起来 为什么要这样说呀 我很用心画的呀 心里在疯狂地自我暗示 周末忍住别骂他 他可是你的恩人 随后沮丧地 将头扭向一边 好了我知道了 你要是嫌弃就算了 或者我重新回去 话还没说完 画稿直接被何树抢了过去 虽然画得这么丑 但今天我就勉为其难地收下了 然后便开着他的小轮椅 扬长而去 去和别人飙车了 回到病房后 连夜问母亲要来的相框 小心翼翼地将那张画给表了起来 到了第二天 周末拿着画板跟大剧告别 今天不能陪你玩了 我要去外面写声 一旁的何树突然说到 我好无聊 你要去哪我也要去 这把周末听得一愣 这个怪人 今天怎么这么主动 最后也是答应了 两人很快来到一处田野上 上面的向日葵 格外地薄人眼球 只见周末拿出一瓶颜料 来得意地表示 今天我偷偷拿了我爸的颜料 终于可以画有颜色的向日葵了 何树好奇地看着他 你有那么喜欢画画吗 可能因为只有这件事情 我做得比较好吧 每次画画都会感觉很陶醉 时间过得很快 而且嘴角不自觉就会微笑 应该就算很喜欢吧 何树你有什么很喜欢的事吗 何树听爸陷入了沉思 自己喜欢什么这种事 一点意义都没有吧 周末呆呆地看着他 一点意义都没有 他总是这样说话充满攻击性 却把最柔软的想法藏起来了吗 然而走神的他 竟然将画上的向日葵沾到了绿色 显然擦不掉的 周末灵机一动 把整片花瓣都画成了绿色 何树对此很是不屑 那不是太奇怪了吗 画出来一定很难看 周末则不以为然 有什么奇怪的 一点都不奇怪啊 然而何树的想法却是 绿色的花瓣一看就是画错了呀 是我的画就扔掉重画了 为什么要扔掉啊 又不是这幅画的错呀 他不是画错了 他只是与众不同 绿色也成为了他的一部分 这下 他就是全世界最独一无二的向日葵了 听到这话的何树一瞬间 愣在了那里 犹如醍醐灌顶一般 貌似想明白了什么问题 过去一直以为自己的出生 就是一个错误 在我看来 错误是不好的是可耻的 所以 自己应该是被扔掉的那幅画 根本不配活着 而折磨了自己这么多年的错误 在他看来 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我可以去相信吗 我好想去相信 有错误也是可以被接纳的 有错误也是可以好好活着的 两周后 何树能下地走路了 就出院回家调养了 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管家去准备食材 他打算亲手为周末做一份便当 来表示感谢 他以前觉得最幸福的时候 就是吃妈妈亲自做的饭 妈妈每次看我 吃他做的东西总是笑着 以前我不太懂 他那种看着别人幸福 自己也感到快乐的心情 但现在我遇到一个 这个人让我也拥有了这种心情 想尽可能看到 他幸福的那种心情 一想到他幸福 又会感到满足的心情 临出院前 他约周末 周六去美术馆看展览 而且还特别叮嘱他 那天记得要空着肚子过来 这天周末一脸害羞的 乘着公共汽车赶往约会地点 然而一心做便当的何树 完全没听到父母的争吵 何树在哪里没跟他说今天的事吗 我想着何树这会儿刚出院 还没休息得足够好 怎么可能往后拖延 跟媒体记者的消息 都已经发出去了 今天就必须过去 邮轮的场地都已经租好了 之前不知道哪个混蛋出去散播谣言 现在外面的人都在传我家暴 如果这次何树不出席媒体会 又会引来新一轮舆论 如果舆论继续发酵 股价继续跌 我们所有人都得惨 话音刚落便看到 从厨房里走出来的何树 何树你在干什么呢 赶紧换身衣服 我们得出发去发布会了 何树听到后面露蓝色 把今天我可能不太行 我不能去 今天我跟人有很重要的事情 我可以明天再跟你去 但今天不行 不能不行 今天必须去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说着就伸手过来抢 一把抓上去之后 传来火辣辣的感觉 被烫到的何树 直接将盒子丢了出去 里面的便当煞食之间洒了出来 何树看到后 勃然大怒 何树你在做什么 我叫周末14岁的夏天 我遇到了这个怪人 他看起来很凶 实际上是个温柔的人 有时候我觉得他 是一个充满了秘密的人 但奇怪的每次见到他 都会有那种 前所未有的心跳的瞬间 14岁的我也不懂 那是什么感觉 只不过你要是问我 这三年来最开心的事是什么 我觉得是遇到他 面对约定的周末 提前半个小时就赶过去了 期间还不停地注意着自己的形象 路上忍不住地在想 他那天说的 有东西要给我 会是什么东东念 会是什么外国带来的吃的 还是外卖大餐 他不可能自己会做饭吧 还是专门整股我的东西 周末你在歪歪啥呢 一定要冷静啊 表现得这么激动可还行 不过真的好想见到他 然而此时的何树 正在被父亲臭骂 一个大男人 弄这些没出息的玩意 你丢不丢人 我花那么大力气培养你 不是让你干这些蠢事的 当看到何树 还要伸手去捡的时候 直接一脚踩了上去 不许再捡了 跟我去发布会马上 母亲则是心疼地在一旁劝解 要华别这样 孩子身体还没痊愈 要不还是让他多休息会儿吧 却被父亲无情地一把推在了地上 我看他身体好得很 一天天不知道在折腾什么玩意 果然 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儿子 此时的何树 再也忍不下去了 大声道吼道 够了有什么好吵的 我跟你去 随后便换上了西装 跟着父亲上了车 半天之后 父子两人来到了发布会 何树为其父亲发声 称传言中的家暴是谣传 更大赞 其是一位很好的人 随后 何树动用了所有的媒体 将黑公关也全给买通了 将舆论的方向给引导了回来 随后吩咐管家 封锁医院的一切消息 不让任何人知道 何树去过那家医院 然而另一边的周末 一直在医院门口 等何树等到了医院下班 不死心的他 静止地跑进了医院 然而里面值班的护士 全部被买通了 表示系统里没有何树的名字 周末听到后很是不解 怎么可能没有这个人呢 上次您还跟我说是 他救了我爷爷 没有没有 别再问我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护士长见状走了出来 如果真有的话 大家早就告诉你了呀 听阿姨的话 真的没有这个人 别再让大家为难了呀 周末听到后 发了风湿地跑了出去 没有这个人 怎么可能呢 明明之前一直都在的呀 当他一口气 跑到何树的病房后 看到里面凌乱的样子 怎么会走得这么急呢 周末捡起地上的病号符 连东西都没拿完 刚才还觉得委屈 突然间就开始为你担心了 周末看到抽屉里的工具 还有那副自己画的向日葵 何树你在哪呢 你还好吧 答应我你一定要好好的呀 不管你正在经历着什么 我会一直等你 另一边参加完发布会的何树 正在听着管家下一步的安排 发布会反响很好 这次活动一共五天 接下来几天是针对企业形象 项目开启 以及内部员工的安排 按照计划 少爷您都要出席 这都没问题 只要我妈妈能拿到 应该属于她的那份 这个可以放心 老爷已经签字 您的资产是可以随意支配的 另外周末那个女孩已经离开了 很可惜没有要到她的联系方式 不用找了哪还有闲工夫管她呢 我知道她不允许我联系医院的任何人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放心吧 就这样何树 失落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然而兜漏早就在等她了 时间快到了 想清楚了吗 何树看着她 最后确认下 这个代价不会连累到我妈妈吧 代价只会关乎到你自己 不会关乎到你妈妈 听到这个何树 直接问兜漏要起了胶囊 兜漏一脸诧异地看着她 你不听听代价是什么吗 不听了 像我这样的人已经没什么好失去的了 随后将胶囊直接吞了下去 然而令她不知道的是 她所付出的代价 竟然是和周末 相识相知 一点一滴的记忆 不过她吃下胶囊后的愿望则是 在未来重新遇到周末 这便是流善在何树的代价里 窥探到的所有内容 时间拨回到主线 已经是隆冬腊月了 这天周末盛装打扮 原来是何树 约她一起去买辅导书 就这样 周末提前来到了新华书店 进去之后 只觉得自己站哪里都很尴尬 奇怪突然好紧张 希望她慢一点来 当她不经意地一个回头 却发现何树早就在身边了 吓得她失声叫了出来 何树见状急忙将其一把按住 示意她小声 因为这是在书店 半天之后 两人方才反应过来 动作有点过于亲密了 然而当何树 将手抽走的时候 发现上面满是口水 说起来算上小时候的话 也不是第一次和何树 单独到外面来 但仔细一看 她已经变成一个大男生了 修长的脖子和手 身高也高了好多 就算是温柔的表情 有了一种小时候没有的阴气 正在感慨的时候 突然小美出现 呼唤起了周末 周末看到她后一个后背发凉 惨了遇到同班同学了 她这大嗓门子 回去不得给我传的人尽皆知啊 我和球球出来逛 今天我们班的 都到新华书店了吗 你一个人吗 来买什么呀 周末很是紧张 结结巴巴地撒着谎 表示自己一个人 找了个理由赶紧溜走了 周末走开后 小米静止地走向了何树 跟她打起了招呼 如果被别人发现了 我们是一起来的 周末因为之前的霸凌 害怕自己跟何树在一起的事情 在让人嘲讽 更怕何树因此不高兴 自卑的她连忙躲到一处没人的地方 心里不断地问自己 有资格跟她站在一起吗 思考的时候 何树突然探出头来 你是在躲吗 没有我在这边等你啊 然而周末压根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只听何树突然开口说道 你刚才可是说 你是一个人来的 跟我一起出来 你觉得很丢脸吗 没有才没这回事 我是被书吸引 就是这本了 我迫不及待地要来看这本书 所以才过来的 然而被她随手拿出来的书 竟然是母猪肆养手册 何树见状扑刺一声笑了出来 果然是你会做出来的事 这次我帮你付吧 要还我的话你可以选择 跟我一起看电影 因为抽奖抽到了两张电影票 所以不想浪费 半天之后 两人来到电影院 说起来 我还从来没跟男生 一起看过电影 主打的就是一个母胎 solo 不过就算是这样 还是感觉很像情侣啊 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 不要自作多情 你只是来蹭免费票的 你们不是情侣 然而坐下之后 何树直接把 两人中间的扶手 给抬了上去 这把周末吓得不轻 只有情侣才会这样吧 不是我看 你有书包要放 可以放中间 周末听到后很是尴尬 原来是这样子 我也是这么想的 毕竟书包这么大 随后两人一人靠着一边 空气异常地安静 只听何树红着个脸讲道 你放心 我不会占你便宜的 周末听到后 却很是沮丧 因为他想被占便宜啊 半天之后 音乐声响起 打破了两人的尴尬 整个影厅瞬间黑了下来 显然是电影开场了 然而 何树第一次约会 精心挑选的电影 竟然是建国大业 周末瞬间不淡定了 等等这部片怎么回事 建国大业 确定没选错片子吗 他的表情又怎么回事 显然是很认真 在看电影的表情啊 随后开口确认 我们没走错听吧 没有怎么了 我之前比较少看 这样的片子 有点意外 只听得何树 义正言辞地说道 你不喜欢吗 其实还是要多看 这样的片子 才知道 今天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 周末也没再说什么 只觉得 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魔法 虽然是抽奖送的电影票 还是这样正经的电影 每一分每一秒 还是会感觉像窒息一样 思考间 何树突然凑了过来 你看到没有 刚死掉的那个 是条汉子 从周末的表情不难看出 此时的他 内心极其复杂 好在半天之后 电影散场了 从电影院出来后 我们仿佛有了默契版 就这样 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一前一后的 我们保持着这种微妙的距离 当看到一个摆地摊的老奶奶后 前面的何树 突然停下了脚步 打眼内看过去 她的摊位上只剩下 两个粉色的发卡 何树蹲下身来 表示自己全都要了 可能是看着老奶奶 大冷天不容易的缘故吧 何树没有接受老奶奶的打折 而是原价买下了他们 何树突然从里面取出一个来 这个送给您 跟您围巾颜色很配 您戴上会很好看 老奶奶接过发卡后 何树便大步地朝前走去 走开之后 又拿出另一只发卡 另一个送给你吧 感觉你也会适合 周末见状却说他虚伪 你刚才对老奶奶也这么说 你是不是对谁都说好看 哪里虚伪了 那个老奶奶慈眉善目 我觉得看起来很舒服 知道我为什么买这个发卡吗 以前我妈妈也做点小生意 所以我清楚 他们早点卖完就可以回家了 那个老奶奶 她的生活都那么窘迫了 还会有流浪狗跟着她 她应该是个很善良的人 所以我就会觉得她漂亮 周末听到后愣在了原地 记忆中的核数 从来都是这样吗 会奋不顾身去救陌生人 无论他是谁 不会对别人的窘迫冷眼相待 也不会在意一个人的外在和条件 而去注视一个人的内心 我喜欢的这个人 是这样好的一个人 而我却对那些东西 在乎得要死 这让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 自残行贿的感觉 核数看出了周末的不高兴 就算不是因为帮那个老奶奶 也会买来送给你的了 你本来就很好看 所以戴上也一定好看的 我担保没有虚伪 当听到好看这个词后 周末的心里咯噔一下 核数此刻能和你在一起 被你夸奖着真好啊 可为什么之前期待已久的这一刻 我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呢 相反这样的我站在你面前 好像更加的窘迫和自卑了 因为这个被你夸了好看的我 并不是真实的我呀 第二天 林药粉丝团出席滑雪场 我们的男二号 在上面大放一彩 一旁的粉丝又是拍照 又是吹捧 真的有巨星内味了 与之相对比的周末 学了一个小时 还是连动都不敢动 而且今天也一直打不起进来 因为整个人还现在 昨天的情绪里没有出来 在核数面前 他总是会很容易觉得 自己很差劲 就这样滑了半天的他 不仅滑雪没有学会 还把脚给搞肿了 痛得要死 只见前面的林药 突然蹲下身来 上来把我背你去休息室 一点点痛而已了 我自己走回去就好了 才没有那么娇气 而且被你过肩摔了怎么办 周末之所以这样讲 因为他觉得林药安静的后背 看起来不像在开玩笑 这让我一瞬间 有种很奇怪的感觉 想快点逃走 否则会觉得自己 好像在背叛谁 来到休息室后 林药一把搭在了周末的肩膀上 过分了呀老铁 你知道让本王子碑 是多少女子梦中的画面吗 是什么力量 让你拒绝了上帝的礼物 是不是因为最近谈恋爱了 周末的反应 则是急切地否认 怎奈机智的林药 早就看出了端倪 一看到他魂不守舍的表情 就知道了答案 休息之后 两人又去坐了缆车 周末看着眼前的景色 很是开心 放眼望去是一大片矮矮的 柔软的白雪 犹如身处仙境一样 这世界那么多美的颜色雪 唯独选择了白色 给人一种墨黑犬的从容的 不争强的美 林药则不以为然 谁说雪不想争强的 说不定雪的内心澎湃着呢 显然此话另流所指 随即画风一转 下次让何树带你来看吧 你的表情写着 要是能和喜欢的人来就好了 周末听到后 小脸一红 都说了没有喜欢的人 你在分析个啥 整天装成恋爱专家 你这个没心没肺的人 明明连喜欢的人都没有 雪被林药突然打断 谁说我连喜欢的人都没有 你的意思是 有喜欢的人 你怎么从来没告诉过我 而且每次问你 都斩钉截铁的说没有 说自己是浪子 你藏得也太深了吧 老铁都这么久了 你还不知道 本王子最擅长的事 就是伪装啊 两人下了懒车之后 周末问他 你喜欢的那个人是谁 只听林药大喝了一声蹲下 在地上搓起了雪球 不明所以的周末 被吓得慌忙抱头 以为是雪崩了 只见他搓好之后 啪的一下丢在了 不远处的何树头上 周末看到后 一下慌了神 何树他怎么也在这 何树不会误会 我是单独和林药出来的吧 觉得我是那种很随便的女生 见何树没有反应 林药还上前嘲讽了起来 挖木头人啊 被砸雪球都不会动的 被嘲讽的何树 直接抓起一颗雪球 丢在了他的脸上 两人瞬间剑拔弩张 疯狂地互相伤害了起来 男孩子的世界 总是充满了禁忌 一个小时后 两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在休息区停了下来 周末看着两人的操作 很势不解 怎奈林药还是不肯罢休 感觉到尴尬的伟达 一把将他拉走了 转眼间就剩下了 何树和周末两个人 周围的空气瞬间安静了下来 周末紧张地开口解释 今天是跟粉丝团一起来的 是集体活动 但转念一想 我在解释什么呀 人家可能根本不在意啊 然而这次的何树并没有生气 站起身来 要去储物柜里拿东西 要一起去储物柜拿东西吗 怎奈何树试了半天 却怎么也打不开 估计刚才拿错别人的钥匙了 管理的人员恰好也不在 这会不在呢 拿不了东西了 周末也为妻紧张了起来 你的教练还在等你吧 柜子里是什么 当听到帽子和手套的时候 周末立马将自己的帽子递了过去 何树看着他手上的小粉帽 终点还是拨点内衣的款式 嘴里说不出的尴尬 但是面对周末的一再坚持 最后还是戴在了头上 听了你的话戴了帽子 我有什么好处吗 说着就让周末闭眼 正当周末要接吻的时候 何树只是将他眉毛上的东西给擦掉了 周末瞬间不淡定了 我裤子都脱了你给我看这个 随后害羞地跑走了 何树也跟着走了出来 刚好被一旁的林耀看到 刚喝下去的咖啡一口喷了出来 你这是什么造型啊兄弟 面对他的嘲笑 何树突然邀请林耀去高速道竞赛 两人这一刻 竟然成为了惺惺相惜的朋友 零下四度是今天的温度 而他们那滚烫地面对着喜欢的人的心脏 又是什么温度呢 原来在刚才在储物柜的那一幕 林耀刚好在他们周围 让人难受的是 他对此事释怀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回去之后周末 还是没有把照片单独发给何树 只不过设置了纸对他可见 因为这样才不会暴露得太明显 一旁的兜落看出了他的心机 这就是传说中 人类的扭曲心理暗恋啊 你说暗恋是不是 跟我对麻辣烫的感觉一样 不敢跟别人说 你说的差不多吧 暗恋确实是一种很纠结的感觉 忍不住关心他的所有事 殷勤不定喜怒哀乐都被他牵动 看到任何好的东西 都会想起要和他分享 但其实发条消息都会紧张 会希望他开心 一看到他的笑容 所有郁闷都会烟消云散 暗恋应该是 只要能待在一起就很满足 兜落听爸一脸正经的说道 按这个描述 红毛那小子暗恋你 周末扑斯一口鲜血噴了出来 兜落这是什么脑回落 林耀那家伙会喜欢我 绝对不可能 随后他便去请教了小美 经我360度无死角鉴定 他百分之百喜欢你 经常找你玩 受伤了要背你 总是记得你爱吃的东西 那百分之百是暗恋的表现 我认真的说 大多数人啊 只是打着朋友的旗号 偷偷喜欢而已 你根本不是不相信 你呀 只是在逃避吧 我在逃避吗 但仔细想想的话 好像确实有这个可能性 是我太迟钝了 可是我们明明是好朋友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 关系会变得很怪吧 感觉自己也不配获得他的喜欢 好乱啊 整个脑子都要炸掉了 要不我还是跟他确认清楚吧 确认什么呀 林耀喜欢你是他的事 假装不知道对你没坏处 小美这大嗓门可把周末给吓坏了 生怕别人听到 然而好巧不巧的是 何树刚好过来 给他们发作业 周末瞬间炸了毛 这下肯定被听到了呀 小美这坑货 我昨天还在跟他澄清是集体活动 还没等周末调整好情绪 林耀突然来到了教室门口 这下好了 周末感觉自己 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随后急忙跑了出去 拉着林耀 朝着教室外面跑去 剩下一旁的何树 竟然一时之间失了神 只觉得心里乱糟糟的 片刻之后 周末拉着林耀来到操场 结结巴巴的问道 你找我什么事 滑雪的时候 你这蠢猪不是说屁股痛吗 这个活络游很管用的 早晚个图一次 很快就好的 还有啊 滑雪鞋不合适的话 我在网上给你找啊 周末听着他的关心 却不敢抬头直视 那个林耀你 不用对我这么好啊 我会感到不安的 我喜欢何树 我知道啊你该不会要 发表什么爱情宣言吧 我没有开玩笑 我觉得很难受 我也形容不出来 我知道这很尴尬 但我觉得必须 得跟你坦白我的想法 因为如果继续装傻的话 对你不公平 林耀你喜欢的人 该不会是我吧 此话一出 空气瞬间宁静 只有周围风吹过的声音 只听林耀淡淡的开口 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喜欢你的话 趁早放弃是吗 随后林耀竟然 扑刺一声笑了出来 不行了我演不下去了 太恶心了 哈哈哈哈 在那边自顾自说了一大堆 起鸡皮疙瘩的话 你怎么能这么自恋 被嘲笑的周末 瞬间涨红了脸 林耀喜欢的人不是我 那你喜欢的人是谁啊 我只能给你透露的情报是 本王子喜欢的人 肤白貌美大长腿 自信开朗 气质高雅 这些条件哪样你有 周末尴尬飞速逃离 小美兜了 我怎么会信这两个家伙 一个个神神叨叨的 一个根本不是人类 害我陷入这种 显得我太自恋的境地 被这家伙抓住把柄了 不过这样的结果真好 我真心希望 你能找到一个 不会让你伤心的人 然后很幸福 你喜欢的人 我一定会帮你追到 去被林耀从背后一把掐住了脖子 我这么优秀的人 还需要你帮 吃痛的周末很是生气 你把脖子给我伸过来 随后两个人便打闹在了一起 突然刘扇手捧鲜花走了过来 只见他对周末打着招呼 当林耀看到他后 刚还在一脸高兴的样子 瞬间没有了 转身就要离开 周末看到林耀 每次见到刘扇都是逃跑 在结合之前 他对喜欢人的描述 感觉林耀喜欢的人 就是刘扇 然而刘扇这次来的目的 是听说学校旁边 新开的奶茶店很好喝 想约周末一起去 周末听到后 都要被感动哭了 刘扇你真好 我妈平时都不让我喝奶茶的 说一杯十五 很贵又不健康 当想到刚才自己 对林耀的讲的话 喜欢的人会帮他追 便表示想叫上林耀一起 刘扇 果然是男孩子 都会喜欢的那种类型啊 刘扇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 只是喝了一杯奶茶 就被人随便地架了出去 再看另一边 何树整个人 正在家的角落里 因为他一直在想 周末拉着林耀 跑出去的画面 还有刘扇将三人 要去喝奶茶的消息 告诉了他 此刻的他极度不爽 只能抱着狗子 来安抚 他那颗受伤的心灵 谢谢大家